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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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跟他動物系畢業的 大概30多年前 應該知道新人大樓在這裡 結果就跑到教室的樓上 也是個舞嶺 所以各位請問一下 先讓我試一下 確定這個影片 今天是可以幫各位寫問,有些問題,有什麼關係? 還是可以嗎? 可以,可以嗎? 今天是我可以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的設計出來 我這樣講話聲音可以嗎? 可以喔 因為好像沒有麥克風給我用的感覺 聽得到嗎? 聽得到嗎? 原來我給的題目是上面的題目 海洋志願的寶玉跟有學利用 但是後來我想一想你們是氣候行動社 可能對氣候變遷比較有興趣 所以後來我就跟那個房東學講說 我是不是要講另外一個跟氣候變遷比較有關的題目 叫做 因為我在海大有 我現在是海大的講座教授 然後我在那邊有同事樂同常會照我去上 我有上一團是地球 氣候變遷從地球暖化看海洋生物的未來 所以我後來就給了另外一個圖 所以我後來就給了另外一個圖 但房東學告訴我說 也許我給兩個變在一起 多半個小時 所以我後來就再加了一個字 就是獨院面對的真相 大概是這樣 所以我就把這兩個都在一起 氣候變遷的部分可以講 稍微多一幾張 我給大家介紹 當然不要客氣要多有問題 就是誰來問我 那各位可能對我不太認識 那我是我們的老學長 從這個我五十七年進來的名顧 所以六十一年大學畢業 後來六三再六五到台大海洋面 就鎖地了鎖師以後 就在台大中期當了一年 主教就到中立院府 後來就考上教育部 工匯就考海洋生態的學們出國念書 我在美國紐約州一大學 念到學位回來以後 就在中原院的服務後 我的專長是在做魚類的分類生態 演化暴雨這些方面的工作 所以中間有幾年 接調到海洋大學 還是當所長 後來回到中原院 就接了中原院動物所的副所長所長 到現在後來成立生物狀況前 就同行 那我是第一任的代理主 主任的話做了四年 幫你幫你下來 總之我大概最近這些年來都在幫忙 做一些海洋保育方面的推廣教育的事情 還有一些事情 讓我花我的時間 是在做社工專長性資料服務的整個全國的 所以也花了我不少時間 這些都是在做學術服務的事 那我為什麼在做學術研究肢體育 又要去做這些保育宣導的工作 各位聽了我的演講 大家就知道為什麼了 因為我覺得我們應該要對你們這一代 或者你們的下一代要討論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這一代呢 把這些海裡的資源都被我們享受觀光了 所以下一代的小孩可能就沒有機會 下海就看到那些美的魚 或者吃得到也生的魚 甚至於想要做研究 可能也材料都沒有 這就是一個不永續 這其實是非常不好的事情 所以但是大家都不太關心這些事情 大家都不知道這些事情 所以這是為什麼我最近在外面裡面講 大部分講的都是這類比較有關的事情 今天大家來報告 好 《不願面對》的事項 我想各位都知道 他的英文是Anne Confer Bannon Cruz 各位應該都看過這個電影 這也不是電影 哪一個紀錄片 陳國填副總統奧 他下台之後 他就極力在推廣所謂氣候變遷的影響 所以呢 他那時候他的演講 非常有名 也拍了一個紀錄片 也得到奧斯卡的金像獎 他因此也得到諾貝爾的和平獎 他也得到一個非常重 這個也是算是一個很 怎麼講 就是很高榮譽的一個叫TED獎 好像是 Technology, Entertainment and Design 這三個字的說寫 所以他其實真的是 在這方面的成就還不錯 那麼 出了這個紀錄片之後 我們那個電視有個名人 大家都知道 他就退這個政府 NFC 各位應該看過這個吧 對不對 也在強調這個氣候暖化 海平面上升 所造成的一些問題 特別是台灣 是一個海盜國家 所以 但是都已經是過去 已經好多年前的事情了 那麼 大家都知道去年非常重要 聯合國通過這個巴黎協議 對不對 那終於跨出了一步 因為在180個國家以上 他都已經提交了每個國家的自主方案 就是自己決定我要怎麼樣承諾 要到哪一個年度 我必須要減排多少 對 那台灣同樣也在立法院通過了一個文檢法 所以署長就在外面跟大家講說 我們台灣大概在2003年的時候 我們排放量應該要減少到50% 但是他總要有一個背景值可以做對照 他的背景值是在跟哪一年的來比呢 2005年的來比 當然這邊還多了一個叫做BAU 不知道小小子 叫做Business 它是悠久的 就是你現在如果都不去做任何的 減排動作 日子還是跟過了跟平常一樣 這樣混下去的話 這意思就是到那年 你會非常非常高 對不對 那個時候 怎麼講 他就是 這個叫做二氧化碳排放的基準線 就是要那樣子來減 你聽起來好像很多 50% 可是他根據那個高標 那個很低標的來減的意思 所以真正減沒有減到那麼多 但是活動我們各位也做不到 對不對 所以這是我們 可能大家都知道 這個大陸的這個財經 對不對 他不是提出了PMO.5 可能以前我們大家也 不知道PMO.5什麼 我們學生都不注意 我們一想在大陸搞起來 搞起來 大家現在很關心PMO.5 我們現在在做電視的氣象預報的時候 也在強調這個PMO.5的一些造成的影響 跟對我們的健康的威脅 所以他都會在氣象的這個預報裡面 都會在播 到底什麼地方會吃 或者是沒有這個問題 但是大陸真的是不願意面對它 對不對 它是紀錄片發行之後 沒多久 它就撤下來不准再播了 但是問題當然還是在 這個也算是一個 所謂大家不願意面對的真相的問題 那我今天我要講的是 不願意面對的海洋真相是什麼 這當然不願意面對的意思 一個是你知道 一個是你不知道 有很多情況是各位不知道 所以你也不會曉得要去面對它 對不對 但是有些情況是 我們這個果明明知道 但是就要假裝不知道 因為這可能跟全票有關 這可能跟什麼有關 那你不願意去面對它 對不對 它大家都要做好了 所以海洋的問題 其實大家已經知道了不少 在海裡的這個問題 其實嚴重的程度不亞於 我們今天在講的氣候面前 好像過多的問題 好 我大概舉了幾點 來給大家解釋 第一個是海洋生活重要性 對於月資源都崩潰的問題 好 大家知道我們海裡的資源呢 其實有超過這三個加起來 大概有超過70%以上的 經濟性魚類大型了 特別是 都已經是屬於過度富豪的狀態 就是抓過頭了 抓過頭的意思 你如果再不趕快來 這個惡辭的話 可能這些魚類資源就會 所以到最後就滅絕了 就都沒有了 然後 現在每年一年 大概全世界要抓一個總量 大概是將近 快到九千萬噸 但中間 大家不曉得 還有兩千七百多萬噸 其實並不是真的帶回來 給我們人類來吃的 它可能是補補或是氣貨 就浪費掉 這些資源 所以真的浪費了很多 這張圖呢 我當然是告訴各位 這個各位都在 不曉得以前 你們念過生物學 也沒有念過這個 金字塔食物 對不對 金字塔有基礎的生產者 初級消費者 初級消費者 次級消費者 一直到 以及消費者 健康的海洋生態系 有大概四到五個不同的 我們講的 營養階層 Tropical label 越上面的就是 體積越大的 肉食性的魚類 好 就是現在各位在這張圖上面 看到這些 鯊魚、鰭魚、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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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魚等等 這些大型的肉食型的魚類 我記得我小時候 跟媽媽在菜市場買魚的時候 都是很多刺的魚 都是小小的魚 但是我們現在有錢了以後 大家都不會去吃那個有刺的魚 對不對 尤其你吃神魚片 神獸食 你大家都是吃那個魚 是沒有刺的 為什麼 因為它是魚比較大的 它吃比較少 那這些魚大部分都是肉食型的魚 也就是說我們現在這一代的人 把這些體性大 刺又少可能也很好吃的魚 其實腸法家也比較貴了 先做吃掉 所以意思就是把食物網頂成的 都把它吃光了 對不對 對 所以這個食物網的營養階層的下降 是一個四十每十年大概下降0.1 這樣很快 所以整個生態系也不過四到五個不同的成績而已 所以這個都是有很多資料做研究正式的事情 所以你可以想像到我們下一代的人要吃 可能要跑到一暗又遠 水深又深 體型又小 可能站得很難看的魚 也很難吃的魚 什麼魚 生態魚 所以可能最多的可能以後 吃得到大概是燈籠魚 各位知道燈籠魚是什麼嗎 那些生態的那些小小的黑色的魚 是那種發光器的 如果到新南部去看底下 或底下往上來 最多的下降魚是你吃它們 真的台灣還有魚線 最多 因為吃它的大魚魚都給我們吃光了 對不對 所以它數量得多 可是等到我們哪一天 把那些魚給吃掉以後 它的魚都什麼都沒有 對不對 好 好 這張圖是告訴各位什麼呢 我們現在把大魚都抓光了 大魚抓光以後它的食物小魚就會多了 因為它的略是天地燒 對不對 欸 魚鳴不會難過 因為它大魚沒有 還可以抓小魚 可是等到你小魚都抓光以後 欸 它也不會難過 因為你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蟹 那蝦蟹多了 對不對 就像現在蝦蟹好像比較多 好 大家就拼命吃這個 這個也不錯啊 這個價錢也很高啊 它也不難過 可是等到你把這個都抓光以後 知道海裡生什麼嗎 大概就剩下毛毛蟲跟水 還有就是浮游動物 好 那 所以可以想像一下 我們下一代如果到麥當勞店 你大概吃不到麥香魚 好 現在麥香魚還不錯啦 裡面是雪 對不對 而且是一種阿拉斯加下雪 如果你各位去注意到麥當勞店的 看板上面 它的麥香魚旁邊有人會拍子 阿拉斯加下雪 可能也不會去注意 但是為什麼要標出來 因為它標榜它是永續的漁業 阿拉斯加的漁業管理 是全世界最好的 好 所以那個資源是可以被永續利用的 好 所以 你可以想像到以後我們的子孫 大概真的還有麥當勞店 大家去點這個水母三明治 對不對 好 好 什麼時候大家會發現海裡的資源沒有呢 其實大家都知道 但是卻沒有科學的報告去說這件事情 為什麼 因為很少有過去的長期資料累積下來 可以讓我們來做分析來做比較 來寫報告 科學家不能夠道聽說的對不對 他一定要根據數據 好 才能夠說話 好 在2006年 Science 是最好的兩個科學期間 對不對 你這樣今天哪個老師 有文章在Science和Nature發表 他一定是一炮兒童 學校 一定幫他開記者會 對不對 因為這是一個 非常值得高興請讀的事情 然後那個老師就 怎麼講 一起成名 可以這樣講 所以在Science報告上 他們根據60個大資料庫 分析的結果 分析的結果 發現全世界海洋生物的種類 總數就像這條紅線一樣 成泡路線再往下掉 所以意思就是越掉越快 那麼有點骨牌效應連鎖效應 所以根據這條線的趨勢來推估 到了2048年 海裡什麼都沒有了 你看各位都有意思 沒有的意思就是 當然也剩餘的也吃不到了 所以這篇科學文章出來以後 全世界大部分的國家 都把它拿來當偷一條新網報道 為什麼呢 因為從來沒有人想過 海產可以吃 因為以前的科學家都以為 海那麼大 這資源是取之不盡 用之不解 從來大家都不會想到 人類還這麼低 還可以在一百年 兩百年時代 就把海裡搞光光 但是這個報告出來以後 是真的才引起大家的重視 如果沒有科學數據 其實也沒關係 你只要看老照片就知道了 各位在網路上可以看到這些照片 是美國普洛里達州釣魚比賽 冠軍魚的照片 這是1957年釣的冠軍魚 這是1980年 這是2007年 你有沒有注意到 冠軍魚跟什麼不同 不但種類不一樣 體型也大大縮損 對不對 這就告訴各位 我們海洋的變化 你如果不去看過去的 來做對照 你根本不知道發生什麼態度 就像你看一個小孩子長大 我現在有兩個外孫子 你看他長大不會覺得他長很快 一個五歲 一個內孫 一個外孫 不過anyway 總之你如果一下隔了一陣子去看他 你會發現差也很大 但是問題是我們早期要多些資料 也不容易來看 這個照片是其中一個 你看以前 1958年 他們到海裡去釣石斑魚 他們的石斑魚 你看那時候多大 對不對 我告訴各位 我四十年前開始 就在做魚類的研究 我就跑到各地浴室上去買 台湾到封石斑魚 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到了魚市場去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 加拉斯斑魚雕 龍站 都是像一個桌子那麼大 但是現在呢 即使那個種還在 可能它的體長已經縮水 到一半層之餘 三個斤都沒有了 並不是說那個大魚抓掉了 我們只好抓小魚 就是這個意思 而是那個種 它為了要延續它的鄉火 它就會也要演化 那因為人為過度捕撈的關係 加速它的演化到怎麼樣呢 越早成熟 越早下生蛋的魚 它就贏了 各位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它一帶一帶下來 體型越來越小 越來越小 再也長不大 所以這個在經濟上來講 是一個很大的損失 為什麼 因為各位去菜場買魚看看 同樣一種魚 一條大魚跟一堆小魚 那一條大魚還反而比較貴 對不對 如果各位有這裡 在六道菜場出來的時候 會發現這件事情 因為魚類的體長、體重關係 是指數的 並不是直線回歸 各位剛才沒念過統計 大概沒什麼概念 但是我告訴各位 不是這樣倍數 增加所有100公分的魚的價錢 就是33.3公分 魚的三倍不是這樣的 它是遠遠高於你的三條33.3公分 因為脈魚它是秤重的 它不是兩地體長的 越大的魚 它體重越重 因為它是尺數 跟關係 好 以前也沒念過一本 世界名著 叫《老人遺骸》 各位可能會去想 那條魚有多大 那條魚有多大 那個是很早的一部作品 對不對 事實上 現在科學數據告訴我們 台北的體育 早期的時候 這部體型很大 現在體型也在出生 這也是代表 體型小型化 就是過魚的問題 好 還有一種方法 就是你跑到各地的漁村 不管台灣那還是國外的 去問他漁村的漁民 你問他的祖父 他在抓獄的時候 海底獅是什麼樣子 再問他的下一代 他的爸爸 他告訴你海底是這個樣子 到了他現在這一代 海底的感覺 告訴你就是這個樣子 就是讀不孝科學數據 你實際上去訪查 去問這些語明 就可以告訴你這個現象 什麼叫做海洋基準線的改變 或者講是背景值的改變 這個就是我們大家不願意去面對的現象 為什麼呢 因為海底的事源 從一兩百年前 非常非常多的 一路往下掉對不對 可是我們每次在比較的時候 我們都是要拿一個基準點 參考點來比較 你知道少多少少對不對 可是我們常常只拿五年 三年就有 那時候你根本看不出變化 你就以為沒有變化 就像現在政府給很多科學家做研究 他沒那麼多錢啊 他給你一個計畫 最多是做三年、五年就停了 他不會給你一個十年、二十年的計畫 就會懂我這一次 所以你永遠就沒有談過去的事 早期的資料在裡面 即使有啊 我告訴各位那些教授 那些老師也不願意把這個資料分開 也不願意把它開放出來 所以你也拿不到 所以你根本就很難去比較 所以這個線就是告訴各位啊 我們的基準線一直在往下移掉 大家一想拿這個當基準 大家一想拿這個 你沒辦法往上比 你真正往上比 你才會警覺到這個資源減少得多麼快 所以這個特別還有一本書 在講這些事情 叫做Shifting Baseline 就是意思就是這個 Ocean Shifting Baseline 很多的歷史在這裡 好 雖然現在每個國家都有它的漁獲統計資料 我們叫它叫漁業年報 對不對 台灣也有啊 你到漁業署的官網上面 你可以看到漁業年報上面 我們大概那個縣市每一種漁法 到底抓得多少 你們的產值產量這些資料都有啊 每一個國家抓到這些資料 報給連我的FAO 各位FAO是養工組織 專門在收集農業 漁業各方面的一些產值產量 統計就變成全世界的這些資料 但是實際上它登出來這些資料坦白講 遠比現在實際上專業的數量要少 好 這件事情是在最近幾年啊 才被大家注意到來寫上報告 就是中間這位Daniel Paul 我在去年六月跟他一起到香港科技大學呢 他去這個 他們開了一個研討會 找了我們去給一個大會的報告 他的演講呢 用了這張圖 我就Copy過來給大家看 是告訴各位什麼 怎麼講呢 我們FAO統計數字是這條線 但是實際上 真正的發育的量是這條線 好 但是我們人口的成長是永遠在成長的 我們的需求在海裡的蛋白質量 是不會減少的 但是海洋漁業已經沒有辦法再增加了 怎麼辦 我們只好拼命去養殖啊 去養魚來彌補資源 海底資源減少的量 這樣各位都會是 好 所以好像看起來還在增加 但事實上 百分之五十的 你到菜市場去買的魚啊 其實都是養殖的 並不是從海裡抓的 好 這件事情大家也不知道 因為一般的民眾 跑到漁市場去看 說誰說魚子資源減少 看海市場還多是魚啊 因為你不懂魚啊 你不知道那些種類 其實都是養殖來替代 甚至魚是國外景的 好 或者是我們台灣的 好 所以這個就是告訴各位啊 季節化大型的漁船抓的魚 所以歷史這樣 不包括那些小型加季型的漁船 抓的比較少 它的量呢大概其實只佔了四分之一 它沒有把加季型的魚鹽抓進去 沒有把娛樂型的魚鹽加進去 什麼叫娛樂型的魚鹽 其實也包括我們的油釣 我知道台灣釣魚很多的 從二十萬到一百萬 我曾經把魚鹽署做過釣場 所以這些釣魚的這些 我們台灣非常自由啊 為什麼 不要釣魚鎮 也不要扶稅 也不要遵守規定 什麼地方都會釣魚 那你到國外去看看 不可能的是啊 使用者要付費啊 要懂得要對環境要有些代價 台灣這一點是不好 到現在不一定 這個釣魚的徵兆 有個歸費 那麼 好 我的意思說 我那一年做的調查的量 娛樂型的魚的釣的量 就是相當於商業性釣局 與釣的量的四分之一 非常大 意思就是 在漁業資源不夠的情況之下 就是逃避雪上加霜 對不對 所以這個它沒加進去 有些貧窮落後的國家 它的漁法很落後 所以它的資源保有得還不錯 因為它們又很快把抓彎 因為它們有那種很高低的漁具 或者比較大的船水服抓彎 可是它政府為了要賺錢啊 它就把它的 國家的這個領海的陸魚權啊 賣給那些先進的漁業國家 到他們的領海裡來抓彎 它負責陸魚費這樣 各位懂嗎 所以政府荷包賺寶寶 對當地的漁民來講 是很慘很不道德的事 因為它沒辦法跟它競爭啊 所以這些它們這些落後的傳統的漁民怎麼辦 只好流離失所 甚至於輸出到國外當人家的漁購 將各位聽懂的意思嗎 所以這個其實是不好的 另外一個很不好是 還有那些國家海裡的漁還不錯 結果現在被那些先進國家 建造的漁房 所以全世界現在是全部都一樣 就沒有一個 還有哪些漁房真的沒有很多 所以這個其實對資源來講 也是很不好的事情 從那個之後 就開始 這個科普的作家 就去把那些科學文章的報告 那些精深難懂的文章跟數字 把它寫成科普的書 所以出了很多本書 這個叫The End of the Line 我把它翻成與線的鏡頭 那麼在座 大概沒有看過 與線的鏡頭這部影片 看過的舉手 還不錯 還有兩位 不錯 我帶了兩邊來 如果有需要可以讓你們去 因為這是我在取得授權 在台灣可以推廣的 可以送可以賣可以 什麼都沒關係 你不要到國外去 所以這個就告訴各位過度苦勞的一些問題 那就是由這本書改拍的電影 記錄片 那部片實施 我在2009年的時候到國外去開會的時候 他們在那邊守病 那個研討會叫做氣候變遷 對於海洋生態的衝擊 他來研討會晚了一個晚上就放了影片 我看了影片很感動 因為我在台灣 就是保育教育大概至少十二二十年 講的口乾舌燥還沒什麼用 看電影還比較有效 後來我回來有一個談判權 授權 我反而滿貴的 知道嗎 在一個國家撥印的撥印權 只是五千歐元 那時候的歐元很貴 還有三四十塊獎金 那後來我跟他拋價還價 比如說台灣這個大國要盡點責任 你的片子拍得非常好 我要把它翻成中文 在台灣推廣 後來那個老闆講錯了 他就告訴我說 好 我這個最便宜一千歐元 你看看五千一下 變一千是打幾折兩折 好 所以我就很高興就付了這個錢 好 所以我就可以在台灣 我現在已經Uplicate 就付值大概幾萬天 輸進了 好 我就送 我教科書的廠商也拿來 我就送他 他就去付值以後 還有客戶官 海戶官 他們都都拿去對付 所以我們時常可以問 有沒有看貨啊 通常都沒有人去 難怪還是十分之一 等人猜拘手 有點可惜 這本書 這本書 Full Fish就換成中文 就說 你到市場上去看 你會覺得說好像魚還要多 其實已經有一半都是這個樣子 從來替代 所以這就是代表魚的資源 空解的問題 我對美國人很佩服 我在美國念書 我回來以後有機會到美國開會 1990年 他現在是26年前 他的報紙 也會有一些漫畫 有點醜 就像我們台灣報紙也會有 常常有一些嘲諷 嘲諷那個時事的 時事的人 會有一些畫家畫 因為他有魚啊 我念魚很敏感 我就看到魚啊 流起來了 他說這個家庭走步 到餐廳要點魚 他說我想點魚 不過這些可憐的東西還有的話 我那個時候 26年前 大概也沒有想到說 還有一個美魚 我就覺得他有點 我也很聳聽 其能又甜 可是我回來以後 越來越發現 老美還真的有先天的智慧 對不對 因為遠見了 他知道 有一天還有一塊 就會有魚吃了 所以今天要是聽到這句話 你一點都不要覺得奇怪 我們可能是人類歷史上 可以享用新鮮野色與類的 最後一個世代 一個世代大概幾年了 我們人的世代 大概三十 然後現在 現在越來越晚結婚 越來越晚生小孩 可能長一點 但是 平均大概三十年 一個generation 我不知道這個最後一個世代 是講你們 還是講我們 因為我們大概隔了兩個世代 一個半世代了 兩個世代搞清楚 不過你看 各位都知道 這個寂靜的春天這本書 《The Dead》 《Silent of Spring》 Richard Carson寫得非常有名 他1950年代 《Silent of Spring》 就開始首先 這個寫 報導這個DDT 對這個農藥 對這個環境生態的破壞 所以他等於說是 我們新鮮保育的最陷阱的人 而他除了陸地上以外 他同時海裡也寫了一本書 這個書的名字叫做 The Sea Around Us 很多國家通通有翻成當地 所以原來的文書版本 在台灣叫大南海洋 也叫蘇聯版本 你去念念那些人 蘇聯合覺得非常感沛 才六十年前 他就已經預知到 未來的世界是什麼樣子 所以不能不佩服這些人 他的先知著見 比我們看得要遠很多 知道未來會是什麼樣子 好 我們台灣在海裡的魚 到底還有沒有啊 各位知道許文童是誰嗎 對 你有去過奇美博物館嗎 台南 哦 你們現在跑的地方比較少 都在努力的念書 沒有機會出去 那要到達預約 很多人預約 要預約 對要預約 不過你weekend大概沒機會 weekend就有了 你上完預約以後 不過我覺得那個制度非常好啊 因為你預約了以後 你就保證就可以進去 不要到這邊一看台場 我封倒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 我的意思是說 他其實是個藝術家 也是個音樂家 他更是一個大企業家 對不對 算你多錢 他是 他不知道他喜歡釣魚 他自己常常有一條小船 出去釣魚 他是住下雲林的地方 後來他生氣了 因為他一條一條釣魚 他就捐了一筆錢 成立一個台灣海域保護 緊監測學部 也找我去當花旗人之一了 後來學會就成立了 他在捐了一筆錢 給海洋大學的老師去 台灣的每條河川 去做烏覽的建設 因為他覺得浪漁沒有人 最主要原因是河川河 所以他就要來督促政府 要趕快來做河川河 整治的事情 所以這都是好事 因為民間企業家願意出錢出力 來做這個事情 但是呢 他在開這個籌備會的時候 他後面掛了這個標語 就是台灣將成無魚之島 其實天下雜誌 在之前就已經有封面的 裡面文章就在介紹台灣是 武殺跟無魚之島 就是越來越少 所以並不至少是狀況 去年 1月底的宋王 各位專門看的 National Geographic 一個系列台灣大廣告 各位知道外交部啊 新聞局啊 他們常常會出錢 投資在給這些 國外discovery 或者National Geographic 去製作宣傳的影片 去宣傳台灣的好物業 結果他播了那個影集 叫什麼呢 一共五集 台灣是魚之島 咦 我一看魚 我當然就很敏感啦 他裡面有放五集什麼呢 一個禮拜放一個了 國命的魚人 講這個在黑朝裡面 魚 怎麼出去抓魚 標旗魚等等 黑朝的承諾 你在講這個資源很豐富 魚民抓魚 很辛苦 定做一條魚是在講 我們講的生物科技產業 一帶 可以把魚的影片啊 什麼地方都可以拿來做 開發成為這個 提升用品啊 醫藥用品啊 化妝用品啊 化妝用品啊 還不錯 這方面的確是 有很多的這個 成就啊 生雞水如香是什麼 觀賞魚的繁殖 養殖 好 整個是一個 農運賺錢的產 一樣 大家會喜歡養養 觀賞魚 看看 台灣的魚類的繁殖技術 非常好啊 OK 所以這個也可以賺大錢 所以他專門介紹什麼 咦 最後還有一集 叫台灣好吃魚 這到底是好吃魚 還是好吃魚啊 這我就很敏感啊 對不對 因為我在推台灣的海鮮指南 叫大家 不要亂吃魚 對不對 要吃對種類 所以 還好 他去訪問了兩個 這個學者講話 一個是 農大學生保鮮老師 他是 以前是水產學院的院長 然後他做食物加工的 所以他在談 一個魚 你買回來以後 你要怎麼樣去保鮮 能夠讓他 這個吃的比較新鮮 有比較久的 比較好吃 那這樣怎麼樣去吃這個魚 那另外一個 找我的學生 叫陳黎書 他在海客板 服務 因為他知道我在退這樣 所以他在推銷 要吃什麼魚的時候 還好都沒有講錯 我都要好好去批判他們 這個政府發在前途中 反告一個宣導 可是我覺得很可惜的是 台灣其實真的是一個 魚類生物多量性之道 台灣生物多量性的 非常多 各位知道 在座各位 你們念的科系 是屬於生物科方面 生命科學系的舉手 我看看 兩個 三個 好 如果你不是念生命科學 你可能不會太去注意 這個生物多量性的問題 好 台灣的生物多量性 非常高 我在幫忙政府 在做這個 生物多量性資料的整合 不時就遇到所有的生物科 所以我在很早就做了一個叫做 台灣物種的名論 資料庫 那個資料庫 我們現在累積到 台灣的原生種 有五萬八千多種 過去沒有人知道 台灣有多少種 被命名記錄過的故種 當然還沒有被命名記錄的 還很多 預估大概有二十到二十萬 二十五萬種 但是因為沒有分類學家 所以即使在那邊 那你也不知道 他叫什麼名字 對不對 所以 這是我們現在一個大的問題 但是不管怎麼樣 從過去到現在的一期 台灣現在五萬八千多種 魚類呢 有三千 快兩 兩百種 三千兩百種 多還是少 你不知道啊 那要跟人家語叫對不對 全世界的魚類 到現在不過三萬兩千種 不到 所以台灣正好是十分之一的數量 十分之一的種類算多還是少 好像考試一百分 但是沒有想到台灣的第一年級 只有全世界的萬分之二點 所以一出過來是四百倍 是人家的四百倍 如果你用海域面積去出的話 我們台灣海域面積還蠻大的 還有海域面積還蠻大的 大概也有人家的三十幾倍 我們都算過了 所以台灣真的是不兩千多高 這是我們的財富 老天爺留給我們 但是我們不知道 所以這台灣真的是不兩千多 好 我們這個幾個原因告訴各位 第一個 顏色比較深的這個地方 這是全世界海洋生物物種多樣性最高的地區 我們所謂的熱點就在這裡 包括珊瑚三角就是包括菲律賓 菲律賓、波羅洲、畢林、西吉、內亞這一帶 台灣因為正好有黑潮 所以這樣上來 所以可以把這些熱帶的珊瑚 特別是珊瑚叫魚類 有機會帶上來 對不對 所以台灣種類非常之多 那越到外面你看顏色越淡 代表什麼 種類越來越少 所以這個只能簡單告訴各位 我們台灣其實在那個三角形的頂點 其實還蠻幸運的 好 還有一些原因 什麼呢 告訴各位 我們這個台灣的島 雖然小 海洋線也不長 所有的海洋線架起來不過 1100公里 加力到1600公里 但是我們卻有各種不同的海洋生態系 或者棄地 可能各位對海洋不熟吧 我如果問各位 我們的山路交在哪裡 你看文化綠的就是了 對不對 肯定山路交 北部也有 再來呢 綠島 蘭嶼 小琉球 東部 有一些地方也有山交 那麼 我們的河口在哪裡 大家知道在這裡 我們的沿岸在哪裡 沿岸在東邊 對不對 我們的紅樹林在哪裡 紅樹林在這邊的河口比較多 西湖也有啊 西湖大鵬灣 我們也有大洋生 大洋在哪裡 大洋在哪裡 或者是大洋 很深很深的海 深不見 所有的魚啊 生活在水沈中間 一天吃喝拉沙 24小時都不需要碰到海裡 在那樣子的水沈中間 生物的魚啊 或者其他的生物 叫大洋性的海洋生物 台灣的大洋環境在哪裡 各位知道嗎 空間嘛 你出去沒有多遠 就是這個 就是已經掉到上千公尺 大洋的下面 總要碰到海底 對不對 那下面是什麼 下面就是深海環境 所以只要是沒有光線的 太陽環境 比較深海的地方 就叫深海生態系 所以上面是大洋 下面是深海 所以我們的深海環境 就在我們的這張圖 最明顯的 你看這邊 所有的藍色、紫色 它就是深海期 那麼從這張圖 你可以很明顯的看到 台灣周遭的海洋生態系 哪一種環境所佔的比例 或者面積最高的 然後答案是什麼 深海 對不對 你看這張圖裡面 三分之二會深海 對不對 可是我們對深海所知 卻最少 知道為什麼 因為你要去採雞 你怎麼採 你要去潛水 更不可能 潛水大概只能夠潛到 一般的氣面 三、四十公尺 混在下去 對不對 我們的研究船 好不容易 有一條海洋 五號 花了十七一件 對不對 可以採到三千公尺 的ROV 下去放後看 如果搞一年 就沉掉了 對不對 所以現在被船 好 好 所以有點可惜 我們對這邊的船目 多樣性 知道的非常非常的少 除了這個 這樣講 就是因為我們的漆地 非常的多樣化 所以我們的魚種多樣性就很高 因為你想想看 你如果要看那美麗的蝴蝶魚 你要到哪裡去探 你要跑到山蝶礁 對不對 你如果要看探土魚 你要去哪裡找 你要跑到桃樹魚 對不對 或者你看地 你如果要去看蝴蝶魚 你要去哪裡 要看金沙 要跑到洞海岸區 或者七百岸 沒有 所以不同的漆地 就會有不同的種類 我們就是因為漆地 多樣性很高 所以我們的漆地 多樣性很高 意思是這樣 我們還有很多條件 是別人沒有的 你看台灣周邊的海裡 有三五海 有黑潮這樣上海 對不對 黑潮是暖流啊 每年到了冬天的時候 蝴蝶不是隨著海流下來嗎 對不對 所以這股是寒流 夏天西南氣流旺盛的時候 南中部海的水潭會降上來 所以我們有三個海流交會 所以讓我們這個水溫的分布 是這條線 比如說這邊是一種 這邊是一種 所以就讓台灣的海洋生物 有兩種不同的類型 我這個覺得台灣真的很鮮明 我潛水啊 我潛水前個三四十年的話 我早上到巴豆子去潛水 我可以看到海裡的這段 是什麼樣子 欸 潛完水以後 我這個怎麼講 沖洗完畢了 我坐高鐵到高雄 再去開個車到肯定 下午 三點 三點 我還可以再潛個水 可是我可以看到兩種 完全不同的海底景觀 在全世界其他地方 你要找到一個 不過才四百公里長的地方 你可以看到那麼多 兩種完全不同的海底 真的是 所以台灣其實在這方面 其實還蠻興奮的 好 那 台灣是很多魚類的王國 可以這樣講 我們就講這個最美麗的蝶魚 這是三胡椒 是不是健康的重要指標 因為牠要活著三胡 牠才會 然後呢 台灣的種類 蝶魚有四十六種 比這個蝶魚更漂亮的是 這顆魚叫做 蓋茨皮蝶魚 台灣有二十六種 所以台灣加起來 一共有多少 七十二種 比起澳洲大鵬 叫印尼 菲律賓等等 熱帶國家都要來得多 好 所以我們說台灣是蝶魚王國 是彌附其實的蝶魚王國 台灣有外號叫做蝴蝶王國 對不對 我們常常有時候 在聯合國沒有代表情 國際規讀不能去 只會用NGO的民意去 有時候用NGO的民意有時候 這個就是 怎麼講 他們常常擁抱的不賴 代表情 但是事實上台灣的蝴蝶 雖然有四百多種 但是並不是最多的國家 我們也許是最多的 好 這個Butterfly後面 加一個Fish 就是蝴蝶魚 就是蝴蝶魚 就是各位現在看到的 上面再看 很漂亮的魚 好 所以台灣雖然有魚很多 是多樣性的王國 沒錯 這個樹 為什麼會增加到 將近三千兩百種 其實坦白講 重要的原因之一 是因為我們做分類的幾個老師 非常努力的結構 我們很努力在做調查 很努力在寫報告發表 你要發表才算數對不對 沒有發表就不能當正式的紀錄 所以這些種類是永遠就是 一小子光上增加不會減少 因為這是一個累積頻度的曲線 對不對 今天只要踩到一隻一尾 證明它是新紀錄或者新種 你就加一了對不對 所以是永遠加上去 可是麻煩的是什麼呢 幾乎所有的也都是這樣 數量不見 就像我以前潛水 到海裡去可以看到 各種各樣的魚 數量都很多 可是我現在下海呢 不但大魚看不到 看到小魚也是小貓兩三隻 很多的種類 我其實潛了一年五 三年都看不到一次 好 這就是表示它是 數量不見 這個是事實 所以過去一些常見 後來變偶見 漢見 到現在甚至於永遠不見 這就是我們現在的問題 什麼原因造成的 大家都知道 得規的因素就是過度捕撈 氣地破壞 污染 外來無形 就造成了 自然的原因要怪自然也可以啊 管聲音 海風 冷水流入氣 也會造成一類的失望 對不對 所以有各種原因在這 麻煩的就是在各種原因 錯綜複雜 互相交互作用 你搞清楚 哪個才是No.1 哪個才是No.1 這就麻煩了 因為No.1 No.2 你搞不清楚說 大家互相推捨 人 你看這個今天哪一種 於次元量減少 就價太高了 以後記者開始告示 寫了 好 今天這個 什麼 哪一種於次元量減半 他去問那個約束的官員 那標準答案一定是什麼 氣候變成海 大家不把責任往氣候變成一推 因為氣候變成是大家沒一個人的責任 所以他就沒有責任 你要去問漁民 他不會說他自己抓太多 他也會說污染海 所以他在國度上推 這是一個麻煩的問題 好 這是我在 上個月 在這個NATUR的一個子期刊 叫《閃空的Data》 發表的一篇文章 這個報紙真的還蠻大的 那這個 就是告訴各位一件事情 你要看出這個 生物狀況性跟肌肉之類的變化 你如果只看那個三五年 是看不出來的 你一定要看個二三十年以上 才看得出來 這是我撞擊的資料 顯示的結果 意思就是說我在三十年前 到電廠的進水口 去採那個被撞擊的 我講撞擊各位懂嗎 不懂 電廠不是要用吸取大量的冷卻水進來 冷卻發電機 或者它要跳機 對不對 所以台灣這不可能蓋在內 唯一我們有大的河川 有這麼多的水 所以我們一定能蓋在海邊 去抽海水 那麼大量的海水進來以後 垃圾一定會進來對不對 所以它一定要有很多障欄去擋那個垃圾 然後再把那個垃圾清起來 對不對 就是有一些倒霉的裡面給它進來 隨著垃圾被撞擊 我們講撞擊 我們講撞擊 Pinchman的英文 就一起被垃圾收起來 我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取樣的方法 對不對 我就每一個月 我就每一個月 有一天 到電廠進去的口 去收垃圾堆一堆 一包一包 它每天早上會有人 要把它卡上運送 當垃圾鎖離掉 裡面我就打開 把所有的魚都撿出來 帶回來去量 到時看是哪一種 這樣不會懂嗎 所以一個月都有一天的資料 還是四小時 三十年前 我可以采到一百二三十種類 還是到現在呢 只有二十三十種類 這樣不會懂的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客觀的取樣方法 因為沒有任何能為取樣 或者差不多收買到的 或者已經偷懶了 或者幹嘛 這些影響都可以有 所以 這就可以各位看 合一合二場都是一樣 魚的種類就是一條線往下掉 我們這個數量 回數也是一樣 所以這邊稿子頭緒也會很快 就可以接受 當然你可以從裡面去探討很多原因 到底跟什麼有關聯 你可以猜 搞不好跟我們的產匠大巴結合有關 因為你看在這裡 我刀這顆減少 一定是過度不好 但是 我特別注意到2008年這個時候 以前這個跳的底台 現在跳的很少 這也是個原因 表示它種類很單純 還是什麼樣 所以正好那個年代的時候 有長江大巴開始接流 有了嚴重的反省一千下 我們那時候正好又發生了一個雪災 你看 洞湖海海 死了一大堆 他們就在怪一個大陸內 那個那一年 冰天雪界非常的盤冷 後來雪濃化以後 整個衝出來的單純 從山江移想到台灣 大概是意思是這樣 好 所以這邊 佩服人就 後來被聯合報拿去當獨家報告 就說 魚種設施 可是這裡面我就很累 因為每個記者看到這個地方 他打電話問我說 邵老師 可不可以給我舉例 哪些種類已經絕種了 我一聽好累 我並沒有說魚絕種 我是說它因為數量少到你抓不到 我跟你講 對不對 你要證明一個種的存在很簡單 但是你要證明一個種已經消失了 你怎麼證明會死 你不可能 對不對 所以這就是今天我們講 物種面絕 沒有人可以取出證據 因為海那麼大 你怎麼去證明這種 你在這邊沒有其他地方 搞不好還有啊 對不對 因為我們的調查員就 沒有辦法那麼地測試 不像在露地上的 淡水也算比較有可能 總之 這就是有露地上造成一個誤解 很多人看到這個報紙 說 這下子好了 膽到你了 這都是電腸害的 就馬上攻擊車的電腸的罪過 對不對 我又慘了 我要開始來解釋 因為我要感謝台電給我這個機會去採這個 也願意同意我把這個資料發給人 可是他就變成倒霉鬼啊 人家就說就是你都不在水害 對不對 有時候我就又要開始舉了一大堆 例子屬於他們害 因為造成這個威樂資源檢討員太多了 對不對 我還有很多資料沒有公開而已 我就拿這個資料給我看 這是什麼還沒公開的資料 我在三十年前 我在三十年前 開始就在北部南部的潮池帶去採集了 各位知道潮池帶的潮池是什麼嗎 藏退潮 所以退掉以後 潮池不是有那麼多魚在裡面 你們要是有跑到海邊去玩過 你們可以看到沒有 想說小魚有點 到底有幾種 數量有多少 在1969年 三十多年前 龍頭魚科有三十一種 海曼有二十二種 缺調有二十二種 過了個十幾年 我有個學生去做研究 我說再去做就看 剩多少種 我做來的結果 各位你看 好可憐啊 只剩下三分之一 三分之二的種類通通不見 咦 這邊有個加一 來增加一種 好奇怪 可是你要是看到它是什麼魚 很奇怪 這是什麼魚啊 蝦虎 你知道蝦虎是什麼魚嗎 蝦虎是最小的 所有的魚的家屬裡面 體積最小的魚 我英文叫郭鼻 大概平均起來 大概就是這樣 一、兩個 你想想看 這些小魚有在潮池裡 你會有細菌去抓嗎 你再不會去抓 對不對 因為你抓了 你塞牙縫的過 對不對 另外一個主要的原因 是因為吃這些小魚的大魚 都被我們先吃掉 所以它就沒有天敵 對不對 所以有時候 我不是開玩笑真的 現在還有學生 要找我做魚類方的研究 我就跟他講說 你找我沒什麼指望 你去找我的學生 陳老師在海洋大學海生所 你去找他還有潛度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他是下骨的專家 專門做下骨的 你要是做其他的原因 你猜他才算 你做屁呀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一個現實的問題 更慘的是什麼 我在三年前 還有一個碩士班學生 我說你看 又隔了十幾年 你再去做做看 哇好慘 他撞到了 前進後 結果加起來不到三十種 他差點閉不了業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你沒有data 怎麼去做統計 怎麼去做統計 怎麼去寫報告 對不對 後來我就想要後刻 他死定努力了 我就叫他題目 改一改 做點別的 做點別的業 這就是我講的 到後來你想做一個研究 五年材料羅平 你說我如果今天不跳起來 講點保育 你會保育在裡面 有靈的話 我們下一代要去做什麼 這個才能做的事情 我剛剛講的 要證明一個魚的消失很難 但是淡水也是可以 因為淡水你知道嗎 你只要在過去三五十年內 再也沒有人發現 有人寫過報告 報紙也沒有報導過 大概其實沒有了 就死亡光 對了 都是用這種方法來推的 可是這裡你有看到一種 這是海水 這個叫台灣下 這個叫水針 它其實是貼在水面裡面的 一條的可以找到這麼大的 十五二十個 非常諷刺的是這種 是台灣的特有種 全世界只有在淡水和國產有種 可是等到被發現 命名它是新種的時候 它已經絕種了 因為它標本怎麼來呢 它根據三個大的博物館的早期 1909年採的標本 採到最後1969年 之後再也看到 所以這篇報告發表是1983年的時候 我再想要去找它 再也看到 這個魚 不是在水下面裡面 或者是在海底裡 看不到 它貼在水面 看不到 你連看就看不到 所以就是沒有 所以因為淡水河的污染 這幾十年下來 讓這種 只生活在河口的魚 就完全消失了 所以這就是一個例子 但是還有很多很多的例子 就是我們看到 他們見不知道 死而無聲無息 才是不知道有多少 各位知道生物章心公約 其實不輸各位關心的 氣候變遷高校公約 對不對 那個叫做IFCCC 對不對 我們這個叫做CPD 叫 Convention of Biological Diversity 生物章心公約是全世界 也是一個最大的公約主持 有一般就是三個國家簽署 台灣沒有資格簽署 可惜 但是隔兩年開次CPD大會的時候 台灣各不會派代表 組合代表團去參加 因為你總要知道 口氣上有哪些新的規範 未來要怎麼走 怎麼樣做法的事情 之所以會有生物章心公約 主要就是因為地球正面臨 第六次大滅絕 各位都聽過吧 以前地球自從有生命以來 到現在經歷過五次大滅絕 但是這五次大滅絕的原因 都是可能因為 都猜測了 彗星撞地球 什麼一大堆的情緒 但是這一次 簡短的一兩百年內 就是因為人類的關係 讓這個物章快速消失 它消失的速度 非常的快 不輸以往 所以 他們就覺得 這個是一個重要的議題 跟氣候變遷 總去發展三個 都被列為 是那時候agenda 團體 現在團體1的時候 那 所以這個變遷的最終人類 可以要是繼續永續 我在地球上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關鍵 好 總而言之 這個是 這個是 從 多少年呢 1993 1984年才開始有 《生物重量性》這個名詞出來 從200 對 1993年 1984年有的名詞 2003年 就開始成 對1992年 我有講錯了 1992年開始有 《生物重量性》 公約出來 公約出來以後 就定了一個十年目標 從2000年到2010年 希望這十年之內 讓地球上物種的消失速度 要減緩 甚至於要停止 結果到了2010年的時候 做了一個檢討 寫了一個報告 這個叫《生物重量性展望》 第三版的報告 告訴我們的 的確啦 鳥類保育做得不錯 它的消失速度 有在減緩 那 哺乳動物 還是有在下降 兩棲動物少得還蠻快的 可是你們看到這條線是什麼 我們的三胡椒的 物重量性 哇 直直落 非常可憐 所以海洋生物當然 學在很長 所以目標 沒有達成 卻失敗了 所以怎麼辦呢 我們在CBD 在明谷開那個第四季 借的地月房大會的時候 我也去歐洲 他參加過很多社會 他又再重新定義的使用目標 叫做艾城 又 從哈里伊尼到阿里伊尼 再設一個新的目標 我們希望努力到那個程度 結果在去年 在韓國開這個會的時候 又出版了一本《生物重量性展望》 第四季 打開裡面看 每個國家報來的資料 統計的結果 會整的結果 海洋的目標 沒有一個大省 還在去往那邊 比陸魚要長很多 所以這是 我們要把詳細資料給大家看 去年十二月初 各位有沒有機會看這個影片 這是這個 Discovery 它全球同步 放映得非常好的影片 叫做《滅絕的最後半年》 我可以到網路上給顧問一下 可以看一下 它就在告訴各位 地球正在面臨第六四大滅絕 預估在百年內 會有超過百分之五十的物種會消失 它裡面舉了很多的例子 或是海洋生物 他們到最後其實還蠻感動人的 因為他們的是行動派 他就拿著大的放映機 探照燈 把所有這些快滅絕的 陸土的影像 打到紐約市的美棟大火上 這個看起來蠻感動人的方針 還會不會有幾個去看影片 好 這個其實跟大家報告過 大家都不願意去面對 人為一指才是主要命 因為大家都把責任 回到什麼棋樓面前上面 但事實上在海洋陸土 有做過研究 其實過度捕撈造成的原因超過大 其他架起來也破壞不實 可是在陸地上的破壞殺手 就比較容易得到共識 HIPPO 這個英文字是什麼 核麻 所以叫棋核麻 最簡單 為什麼 因為陸地上的生物動洋性的破壞殺手 No.1就是棋樓破壞 No.2就是露青種 No.3污染破 能否過多 再來是過度利用 過度利用在海裡就叫做過雨 所以在海裡是顛倒過來的 所以讓各位知道 路跟海的情況不太一樣 我們再來看看這張圖 你就可以感受一下 我們抓魚怎麼抓的 等一下這個左下角是年代 它就會跳 地圖上出現的這個是 紅色的是虎魚的漁場 你可以看到我們現在抓魚 要讓它重跑一點 結果發現 在過去這六十年內 我們人類抓魚 從早期的漁場很小 它跑不遠 對不對 所以它的漁場範圍都靠近岸 但是後來公園化可民 有漁場的漁場 越漁越大 漁漁越來越高 我們的網具也越來越大 我們這個船上面還有冷凍廠 架工廠 你一出去半年一年都不用回來 你可以到一個港口洩漁 又再去抓 所以現在全世界的海洋 沒有一個地方不再抓魚 沒有一個地方不再抓魚 所以這是一個 魚還蠻可憐的 因為全世界的海洋 沒有一個地方使它安全的漁場 我們台灣的狀況其實也是很慘 你只要看這個漁業年報上的網路上都有 我就叫我的助理 那160幾種的經濟性的魚類的 過去這20年的產量畫圖 畫出來的圖 你會看到 各位所熟知的這些魚 沒有一種都是在往下釣 你只要這個資料夠久 以前的 當然可能只能跟三五年去平常 就沒辦法看不出來 好 好 你大家也都想像不到我們的蠻魚 各位最喜歡吃的蠻魚飯 現在會一些蠻魚實驗的保育類不同 然後今年 把順政工業主持CITES開會 如果通過的話 那就更慘 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在管制了 比如說買廟不能隨意買廟 買賣 但是可能到CITES通過 就變成第二類 所以可能今天會開會 所以我們講這個蠻魚要一千多 十幾年先發 一條慢線才不過兩百 大概十塊錢 但是現在你去買一條慢線還一樣 然後一百塊兩百塊就少了 這是整個多了四倍 二十倍 那我們蠻魚為什麼可以 不管日本蠻 美洲蠻 通通都在一路細胞船掉 蠻魚的學者都很擔心蠻魚要跌走 就是因為人工蠻魚一直做不出來 沒有辦法做 不會知道蠻魚為什麼能蠻魚 蠻魚為什麼蠻魚難做 因為它的 它是 做何而不成長 降何而不成長 它跑到海裡去 要跑到三千公里外面的 幾千公尺的山海去撐滾 它那個浮出來的那些小魚 六神 要經過八九個月再飄回岸邊 再游回蠻魚船上去長大 這個你很難去模擬它 這麼長的一段時間 所以這是一個困難 所以為什麼今天蠻魚 蜘光光蠻魚是因為那一條 我們吃的蠻魚都說 然後海裡抓來了蠻魚養大 蠻魚養大 蠻魚養大 我們另外一個不願面對的真相 就是活生生 到現在還是 是什麼 東港的黑尾 不是東當 所有的黑尾 對 太平洋的黑尾 南太平洋都是一樣 你看這個東港的黑尾季 從2001年開始辦 我們學日本 懂得享受 最貴的魚就是它 對不對 最好吃的這個蠻魚片 從過去可以抓到一萬多尾 一直釣到現在 連五百條都不到 可是到這兩年 多了一點 多了一點 這很高興 漁民也很高興 好像表示資源回來了 可是我告訴你 這是假的 為什麼 因為過去這兩年 正好因為發生釣魚台事件 發生了廣大新聞 菲律賓民槍殺 我們的菲律賓的軍隊 不是槍殺我們漁民嗎 政府就去談判漁權 爭取到 在那個經濟海域重裂的地方 那裡 漁民可以去掙抓漁 好 軍屬被保護 所以我們就拉得比較多一 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到最後的資源 還是會廣告掉 好 當然不是所有的罪惡 都推到過度古老上面 還有其他部分 差不多七個破壞 我們台灣有在全世界 有很多人的破壞 包括這個也差不多了 我們台灣的海岸 變成人工化 已經超過了一半 好 所有的自然海岸 差不多一半 44.5% 那麼 像這個 醜陋的小破壞 這是為什麼要丟 因為人要跟海爭地 各位知道 人怎麼去升天 不太可能是 所以 理論上是不能夠 尤其是在 岩礁的地方 你根本不用丟 你丟了以後 那邊的生物就完蛋了 就沒有地方 可以讓它去棄息了 天然的草池 它下面其實 以前我走到草池 很漂亮的 你什麼翻起來 下面各種各樣的生活物 可是現在各位走到海邊去看 光普通一片 你要找到一些生活 大家都能看 好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的問題 問題是什麼呢 這些草池 是這些很多漂亮的 蝶魚的小時候的家 它小時候的抵抗能力比較弱 所以它必須生活在草池帶 因為大魚比較不會進來 等它長大以後 它就跑回海裡去 但是你現在如果把它這些 氣力破壞掉以後 它當然它就會存活下來的機會 就比較少了 那像這個衛克的魚 是一輩子都要住在草池 你把草池的環境 要破壞掉 它就沒有了 再舉一個歷史 各位知道厚灣在哪裡嗎 去過厚灣在哪裡嗎 不知道 還真可憐 海生館去過嗎 海生館 它其實地址是厚灣區 你從那個厚灣 從那個 海生館再往哪邊走 走十分鐘 就走到那個小村落 小魚村叫做厚灣村 那厚灣的村民就覺得 不高興啊 因為海生館 一年有兩三百萬的遊客 都沒有 遊客要到他那個村子裡 給他去賺點錢 但是為什麼厚灣村 不吸引的科學 你要他們去看什麼 對 就是一個普通的小魚缸 但是現在的魚缸都沒有用 你看 告訴各位答案是這裡 英國八十二年 那時候海生館剛剛要蓋 要做環境影響評估 找我去做環境背景資料的調查 那個時候的照片 你可以看到這邊的厚灣多漂亮 它的沙灘美不蘇南灣 這邊這塊潮間帶 是台灣少見的面積最大的一塊潮間帶 結果政府為了要照顧這些漁船 就把這個潮間帶破壞 蓋了一個漁港 蓋了漁港以後呢 裡面看到的船也沒有了 那為什麼這些船都沒有了 因為裝不掉漁啊 漁民要船幹嘛 賣掉了 對 好了 為了要保護這些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 在這邊建了一個高高的體 你們站在這裡是看不到海 那我請問你到這邊去看什麼 所以水里水知道錯了 他就把這個敲敲敲敲敲掉了 他不敢全部敲掉 敲敲敲敲還是會抗敏的 所以他就把橋一敲敲 然後呢 在外面弄點水以及種植核樹 所以叫做最美化 對不對 但是 請問你失去的生活狀況性 它會不會回來嗎 當然不會回來 我們現在已經知道 自然才是最美好的 但是你現在把這種事態要恢復 非常的 你要花更多的錢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現在知道 做了一些存事 所以我們現在還有些人 現在去年 各位知道 今天去年 去年 就是通過了海岸管理法 對呀 以後海邊的地 這些財產就不要來想 大歪主義了 就通通的幹 不要被辭職了 所以這個海岸線的零損失 這也是行政員其實在很多年前 就在推的一個政策 就是不得再突然來看 我們每個遊客 有時候自己也搞不清楚吧 再說各位 會浮淺的人 或者學會浮淺的人 或者學會浮淺的人 譬如說我還要知道 咦 錯吧 你在台灣 如果不下海去看 真的很可惜 為什麼呢 各位要知道 珊瑚礁 是唯一最適合潛水的地方 因為它水乾淨 所以魚有很多很漂亮 對不對 可是珊瑚礁在全世界的海域 你知道它的面積只占了多少嗎 百分之零點三 好 台灣有幸有有珊瑚礁 大陸的同胞 觀光客很多跑到台灣來 他們只知道跑去阿里山 跑去一個月潭 來看101 其實他們還蠻笨的 應該跑去看我的海 我們這個才是他們的 但是我看不到 對不對 但是我們一方面有很希望 鼓勵大家自己下海去看 因為你要認識他 你才會關心他 才會愛顧他 才會幫助他 對不對 可是另外一方面 我們管理的不好 在國外你要下海 你是有一定的路線 一定的地方 不是隨便讓你亂踢亂踩亂碰 但是台灣就是這樣 要好好地玩 什麼地方都可以下去 所以我們的海邊就很慘 好 要知道 你在草津在山文教堂上踩 在腳步好像電影的故事 和大腳 有可能就有一些海洋社會 會照樣 好 這就是我們在管理上面 其實我們要真的做得很適合 好 好 海邊你看得見 就是海底 海邊下你看不見 對不對 脫網是破壞海底 起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因為它這些網板再加上上面有鐵鏈 你知道它下面為什麼要有鐵鏈 因為它會怕碰到石頭 對不對 網子會砍 所以它就要拖起來了 可是這樣掃過去的結果 就好比在砍罰熱帶魚 整個生態系給它灰掉 可是它所有死掉的東西 本來並不是統統給撿起來 利用喔 它大概只有百分之二三十 比較夠大可以拿來賣 拿來吃 其他朋友都是犧牲掉的 都是賠死的 對 所以為什麼他們在講這個 抵托網是最不好的魚法 最永遠的魚法 因為它跟在森林裡面打獵什麼一樣 森林裡打獵 你只看到你要打的獵 你扣你的板子 對不對 那森林生態系不見戰 但是海洋的抵托網 就是發生 生態系毀掉 就是要反復的托網 台灣現在還有一千六百條抵托網 正不停掉 但是很多國家都有把它淘汰掉 這也是我們的產業 真正讓台灣賺大錢 所以叫三股網 可是你知道 我只能買它了嗎 用石頭下去敲 因為它在幾百公尺下面 敲 敲了以後用網路去勾 碎片上 你勾到這樣一整株的 你就發大財了 你即使是碎片也沒關係 我可以把它架工 做成一個一個的 還是賣不錢的對不對 所以你看 你上華航飛機就做廣告 到機場也做廣告 看不到頭也沒辦法 大陸的遊客他們有的是錢 他們就台灣來買 大陸的餘品哪裡不會那麼笨 那麼好賺 他們自己不會去抓 我不處理其難 台灣本來要禁掉 禁不掉以後 政府就來一個政策叫做 開放但嚴加管理 本來是通通要收掉 結果不但收掉 那違法也沒能合法 欸 我就規定他們只能在這個地方抓 而且每次抓到多少一定要 慘暴 申報 或者的話 你就會被吊銷失照 火會中爬 那歷史是這樣 但是問題是 你要知道 這個開放但嚴加管理的政策 是一個兩面討好的政策 又討好一面 又可以賭這個保育團體的罪 但是到最後都會因為管理不當 沒有辦法管理 到最後支援還是 封建 各位懂意思嗎 還是失控支援 封建 太多的歷史都是這樣 現在 想不管能過的什麼 這個也是一個 欸 好 即使台灣的魚面 乖乖的都不去到處亂撞 大核的船跑來到處亂撞 有沒有人去把人趕走 或者把人家船搬大城啊 都不去幹嘛 你怎麼辦 你不是台灣 你不是天然世界照樣嗎 對 所以這都是我們的政策的問題 好 烏蘭 當然烏蘭的種類很多 大家也許發生成了看到 我就不詳細講了 整體委屈的那一堆 好 可是啊 現在大家不是在關心的這些工業的 廢水的烏蘭 雖然現在還有 但是也不論說我們環保術沒有作為 的確在過去這二十年之內 抓得還蠻緊的 但是自從又看見台灣的電影出來以後 又發現很多地方 一樣在烏蘭以後 政府又開始又加把劑去盯了 對不對 所以又改善 但是還有很多的烏蘭 過去從來沒有 一個很嚴重的是什麼呢 我們的廢棄乳 垃圾的烏蘭 好 優雅化的烏蘭 全世界都在做這個淨灘的活動 各位知道淨灘是什麼嗎 就是來賓的垃圾 就是到一大堆公里 假日的時候就去檢查 檢查以後呢 大家就來看看這些垃圾到底是什麼東西 列了一個排行榜 全世界都在做同樣的事 台灣也獨外 這是NGO團體 像荒野保護學會 環境資源 諮詢學會等等 他們都有在做 我們的排名前十名 跟國外差不多 第一名是什麼呢 塑膠碎片 台灣也有太多的塑膠製品 第二名是台灣獨有的 別的國家也沒有 是保麗籠碎片 我們用了很多的保油 很可能是我們在海邊用 用保護水 用木林 或者是包裝 用的材料 那個東西碎掉 有越大越碎 沒辦法請教 因為它也不會分解 對不對 所以這個 現在塑膠是最嚴重的問題 就像每次我去買個便當 買一個什麼菜 什麼東西都是給你的塑膠袋 塑膠袋 所以再到最後 可能進得通 分化度還不錯了 雖然還會產生一些 其他的空氣質問題 但是一旦 到了河川 到了下水道 到最後衝到海裡 去的時候 你們大概就聽過 什麼叫垃圾島 對不對 因為在太平洋 印度洋各大洋 都會有過流的地方 就是垃圾聚集的地方 我因為做漁類調查 我常常有經驗要出海去採集 也應該要做國外的研究室 我都做過 可是到國外去拖上來的地方 上來的時候 在別的國家去採樣 那就是雨 垃圾很少 但是在我們台灣周邊 拖起來是什麼 你知道嗎 都是垃圾 在垃圾堆裡面撿 少少這幾條魚撿起來 如果那個垃圾怎麼辦 丟回去嘛 沒有人要把垃圾帶回來 所以沒想到 越來越下去 垃圾越來越多 雨越來越少 這個就是我們一定要重視的問題 其實我自己也當作廣告署的環境品質 委員會的委員會 也做過建議 那時候還是好 我可以當署長環境的 後來他就當大陸市長 他們就說 在海裡丟的車本來就違法 但如果請問你一條船開始去了 你去去看 對不對 因為車就被難過 所以走過 我看到很多空架船 垃圾一般都放在船頭後面 幹嘛帶出去丟 所以這個其實就是很多 從教育 我們的觀念 手法的觀念 我們的環境法律 生態的觀念 其實還非常不夠 還有一些 新興的烏覽 是或許沒有注意到的 一個是寒野照應 他以前都從來沒注意到照應的問題 現在為什麼沒注意到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現在政府在推 底岸風期的大業 封擊 你要知道在陸地上 岸邊的封擊線 不是數了很多嗎 那些居民要抗你 對不對 因為居民比較近 他會聽得見 那海上 會 你能當他挺不見 可是你要知道 他轉動的時候 他的 他會經過他的那個 風塔基座 到海裡去 魚聽得見 金屯聽得見 對不對 所以國外其實 有在做的 也能發現 隨著不同種類 它是有不同的影響 所以他們開始在做的 所以現在 在我們的環境影響 裡面 也開始要出 這個照應的影響 所以照應當然 不只是風機 那另外 在海軍的爆破 或者 這個 比如他的 實彈演習 或者是 船火的 馬達的運轉 科學家做的 這個地質的政策 還有 潛水艇的聲 或者 油炭的聲 施工 這些都會造成造影 這些 都是過去 沒有注意到的 那些問題 剛剛講的 塑膠 其實露了一個叫做塑膠微粒 各位有沒有看到這邊寫的塑膠碎片 其實這個是指塑膠微粒 就是很多塑膠到最後 特別是女孩子用那些化妝品 其實裡面有很多很多的塑膠 Microplastic 是非常小的塑膠微粒 這個問題很嚴重 是因為它會進入到食物獵裡面去 被魚吃下去 到最後人在吃魚又吃回來 所以這個是他們最近這些年來在 在 正在做的一個研究的課題 大家就講一下 好 這個露青種 我想各位應該知道 對 本來不應該在你這邊 結果後來被帶進來 可能是因為養殖的目的 可能是因為寵物的關係 帶進來以後 一旦跑到外面去 控制不了 它就保存下來以後就慘了 所以這家露青種會 因為它競爭優勢 它就會讓這個本地種 淘汰掉 搶不過吃東西 搶不過食物 競爭不過氣數 甚至於有些露青種是肉食型的 就直接把你吃掉了 所以這個都是一些問題 有一個途徑是海洋社會的露青種 主要的來源叫壓藏水 你知道壓藏水是什麼嗎? 你看這個貨櫃的人印出的時候 他的貨櫃都在甲板上 對不對? 他不是把它放到船槍裡面放 那可是他如果裝好的貨櫃 要起航的時候 風浪一來他不是換蛋了嗎? 對不對? 所以他肚子要裝滿了水 就讓它平衡 上面要坐 所以它這樣開出去才不容易換穿 所以這叫壓藏水 可是問題是在這裡 以前都是壓藏水 就是我停在這個港口 我就換水 把從別的港口裝過來的水 到港口排掉再裝新的水 再開到另外一個港口 不知道是哪個國家 再去換 你就會想到這個大風吹 其實把很多的海洋生物 就從這邊搬到那邊 搬來搬去 這樣不會懂的意思 這些海洋生物的誘生 一旦發現這個地方的環境不錯 它的溫度、炎度什麼都適合它 它就活下來了 它又是競爭又死的時候 它就容易變成入侵的種類 所以事實上很多的二媒貝類 大概就是這樣進來 在國外 把這個當成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所以他們把它認為是一個叫生物科法 所有會不會有人要換水 一定要在多少海裡外去換水 不能到海邊來 但是在台灣 我們是連做調查研究都沒做 所以後來他們不肯做以後 如果我們曾經透過生物科學行動計劃 叫交通部 一定要有個部位 願意有負責來做一些調查研究 或者你怎麼去談關 你怎麼去調查 太多的一些 或許台灣還沒有做到 好 各位再看這個紅點 它裡面開始 往上、往下擴散 左上角是它的擴散 這是什麼生物的擴散啊 獅子魚 獅子魚是本來只在台灣這邊的西太平洋才有的 因為觀賞養殖的目的 被賣到北美去了以後 養一養 魚養大了 就捨不得把它殺死 本來也不要養魚 就把海裡去裡面放生 放生以後 你就可以看到它好像野火燎原 一發不可受死 對不對 所以現在整個 美國 這個大西洋的西岸 跟墨西哥萬家的離開 通通為了 所以它們的保育人是很緊張啊 因為獅子魚肉是性的 它會不會把它們裡面的一些原生蟲吃掉 它們抓了一些魚來做研究 的確能吃 或是當魚的傷害 那怎麼辦 它們實在是束手不測 你要知道 一旦一個生物入侵成功 你就可以去消滅它 它們只想到一個辦法 出了一本詩 介紹四十五種通條方法 我們就利益吃掉它 但是問題是 你怎麼從海裡抓起來 而且那個魚 那個魚 那個魚刺都是一個毒 對 你要懂得什麼料理 料理 但是 但是 這就告訴我們入侵種問題 台灣也做了很多壞事 這是其所理解 台灣造成了一個海水入侵一種 什麼呢 鴻骨魚 你聽過嗎 沒有 菜市場可能還買得到 然後 這邊有一個 黑眼圓圓圓的 很容易認 長得很大 是北美的原生種 為了養殖的目的 因為這種魚長得很快 又是十手一 十手一跟我們愛吃的黃魚 是同一顆的魚 所以那時候他們覺得說 欸 那我把它進口來養殖 我可以發大財 對不對 長得很大 多快 金針力很強 這個水釋鎖 就偷偷從那個魚卵開始進口 從那個養大 長得大魚在館殖 做成功了 開始推廣出去 你要知道 一旦推廣出去啊 吃早有一天要流到海 因為養殖網去會破洞啊 水災啊 宗教放生的人 哪個就放來管你哪個 所以火安 現在整個台灣西來都掉過了 這個金門馬祖 現在連韓國都有 就是我們在2010年 發表了在火星期監獄的 一個海水不清一種 這是我們台灣為了養殖的目的 所告知的 更糟糕的是 你現在發現人家不養牠了 你知道為什麼不養牠了 因為市場不好 因為牠的肉啊 不好吃 跟真正的黃魚差太遠了 你不要以為牠屬於同一顆的魚 其實好像這價錢都一樣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 就像現在常常講的 我講的一顆關 那一大堆的問題 就是當初只想到賺錢 但是也要想到後面遭受的災害 好 終於講到各位 你們貴舍 這個比較有興趣的課題了 好 氣候連結 對海洋的影響 其實這三個最多了 好 因為氣溫的升高的關係 讓水溫升高了 氣溫升高的關係 讓那個幾地的冰濃化了 所以是不是就是 海平面叫上升了對不對 好 所以這個跟氣溫有關 但是呢 大氣中濃氧化碳 沒有透過水溫的關係 直接溶解到海水裡面 就會造成海溫酸化 這個才是現在最熱門的課題 因為科學家注意到 這個問題不解決 海洋生態系是真的空盤的 等一下我告訴各位為什麼 所以這個 這邊都是重要的 所以我不講 所以這個我想各位 講太多 珊瑚白化 因為珊瑚的溫度 最適合溫度 不能超過32度 但是如果選擇 一超過它 它就白化 白化就共生著 黃標 變成有原色 短暫時間 沒有關係 久了一點 這個珊瑚就死了 就再也回不來了 所以這個是珊瑚白化 所以剛開始的時候 海洋科學家做關注的 在珊瑚白化的立體上面 有很多的配合 我簡單講 對所有生態系裡面 這個海表溫升高 會對珊瑚礁跟極地 這兩個生態系的相對大 其他生態系像 相對而言比較少 海水暖化的結果 會讓雅樂帶跟溫帶的魚種 的組成會改變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 它要逛的地方跑啊 它本來就不在台灣 現在跑到北一點去 跑到琉球 然後跑過去 或者本來應該是在赤道 跑到台灣來 就會逛 往上下 逛北極跟南極 然後被移動 所以這個就是 魚的分布就會改變 最熱的地區 它的演化適應的速度 趕不上水溫增加的速度以後 它就會死掉或者跑掉 跑去 總的就越來越少 然後呢 溫度一高以後 基礎生產量 魚的食物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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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食物鏈的關係 魚產量真的會下地 這個也是會有一些研究的證據 然後資料來告訴我們這件事情 那麼 所以全球暖化的問題 因為溫度的改變 會讓這個生物的分布的位置 改變 魚場的改變 不單是魚 連這些七生物 故障性的生物 也會慢慢的潛移 它就 它只要活下去 就會 在它四個溫度的地方 是比較容易生存下來 好 我們現在講這個海洋酸化的問題 各位 你們應該知道吧 我們現在各位想不想 這個 發氧化濫在水裡面以後 就會變成碳酸氫 碳酸鹽 碳酸鹽呢 分解就變成氫磷子 跟碳酸氫磷子 這個就是造成海洋酸化的變胸 對不對 然後呢 這個多了以後 就造成了 因為它會去搶海裡面的幹 形成碳酸幹 可是呢 生物呢 需要分解 因為 分解成這個 這個才會去搶鈣 那如果說它鈣搶過多了以後 生物就搶過它以後呢 它已經有的殼會溶結 它如果要形成殼的時候 它也形成不了 所以就會造成現在各位看到的現象 怎麼講 你看這個一組類 它是一種 譬如說生物很小很小的 要顯微鏡一下看 如果在我們這個海水酸化以後 你看它的殼就溶結掉了 那它這個模擬 是模擬到 2100年的時候 海水的PH 大氣PH 如果是分 大氣的澳氧化碳濃度 如果到了450ppm的時候 那海裡的情況 這些浮游動物更完蛋 你看這個貝殼 你給它切片 你會發現它的貝殼越變越薄 甚至於對我們的魚也有影響 魚的成長會受到影響 魚的視覺、聽覺、嗅覺都會受到影響 所以這個 等於說 海洋生態系的公盤 是小蟲浮游生物開始 蟲游動物 一直大到魚類 沒有一個可以逃得掉 所以這是我們今天 為什麼今天大家 在努力在推 節能減碳 這個 邪惡變遷很重要 要去遏止 這個就是對韓生物一樣很重要 這是我在日本 聽到他們在報道 我覺得他們報道得非常好 怎麼講 深海水 他為什麼氣候暖化以後 他會完蛋 因為他的幼身 要經過水溪體的試彈 就是各位看到這個 一根一根的 他其實是復著在這種異族類 他是一種複著動物的 這個殼上面 戒殼上面 當海水酸化之後 這個異族類 它的殼融結掉 他不是血腫的嗎 血腫以後 這種水母就會跟著完蛋 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他水溪體 沒有辦法去護照在他的殼上面 對不對 所以他也會完蛋 他一完蛋以後 他更慘了 因為跟這個水母 深海水母 共生了這些 或者寄生了其他的生物 跟著就完蛋了 所以這就是 告訴各位 為什麼 聖文章先見到神 化物件 死的一種不是檢疫 它是要檢三 檢五檢十 因為很多生物與生物之間的 很多關係 我們不知道 太多種愛 我們現在的女子都知道 對不對 都沒有發現 所以這個就是 他們在講這個 也講得一張 換成一張錯話 二氧化蛋變濃 也許人家覺得 我魚沒有碳酸鈣的芥殼 沒有關係 其實不對 我們魚的兒子 是碳酸鈣的結晶 所以一旦他這個酸化 結果讓他碳酸鈣的兒子 的結晶 變形了 或者沒有辦法真正形成的時候 他聽覺會受到影響 他就不知道怎樣去找他自己的棋地 或者去吃食物 或者去躲避月食的攻擊 整個生態系就大亂了 這是我最近跟國外合作的一篇報告 這是在去年發表 各位知道這在哪裡嗎 這是我們的河山廠 我們在裡面裝了幾部 攝影機 在路上 路上開攝的時候 都會看到 每個路很多攝影機 對不對 我們一樣在海裡裝 可是海裡裝不簡單 因為那個鏡頭盔 一下去找不到什麼 所以我要每一般 要有海生管的人幫我擦 然後 那樣用五線傳輸 要牽制到諮詢技術 你要把這些影像 要把它傳到電腦裡面去 電腦容量要很大 所以我們事實上是跟國王中心在一起工作 因為他們有很大的電腦 所以我們在那邊累積了很多年的 海裡的路 就是海裡的三個標一類的狀況 然後呢 可是我本來是想說 欸 要是有學生願意來做論文 他就去看歌舞裡帶來寫報告 分析 因為跟學生一樣 因為 在你坐在那邊看幾個鐘頭 一天兩天的電影 這個畫面都昏倒 沒有興趣 欸 這個要怎麼辦 因為這個自動廠期監測 這是必走的問題 所以以後呢 你一定要用電腦來處理 對不對 所以歐盟 他就提了一個歐盟的信號 用我們這個路地帶來幹嘛 第一個 用電腦來辨識魚種 對不對 不是我們科學家下去 認這是什麼魚 這幾次呢 有幾次去數 不是的 他完全用電腦 先辨識魚種 然後電腦幫你計數 他會看他有的軌跡 然後再去算他有多少量 就累積了一大堆的資料 他用程度去算 他就是有七百萬個 data 然後去算游泳的數量 跟水溫的關係 這樣各位聽懂我的意思嗎 因為水溫反動有連續監測 那這個就是水溫的資料 對不對 這是日夜的資料 然後我們有魚的資料 也知道有多少魚帶來活動 活動的快慢 所以比如說拿這個魚來講 這篇報告就是針對這個魚 他的游泳的速度跟水溫的關係 做出來 推翻了以前的報告 以前人家是講說 水溫高 魚的游泳速度會變慢 其他在講起我面前 但是我們做得怎麼相反 我們要大數魚去做吧 這是大數魚 我們要冰淚 他現在有寫的 我們電話書上去 結果 所以就寫了一個報告 這次告訴各位水溫改變 當然會改變魚類的行為 包括魚類的行為 我們來問幾個問題 地球暖化以後海洋生物怎麼辦 第一個 它逃跟人類一樣 我就搬家 第二個是我不搬 就改變我們自己的生理 習慣去適應它 再一個是什麼呢 適應不了就知道完蛋了 它就死掉了 再一個就是說 我就辦那演化 想辦法去適應這樣高度的環境 就像現在 河山場 山湖百花 不是很有 對不對 很多年以前開始 台灣有海洋生物 保留的這個新期 其實都是 河山場 木派水造成那時候的新的 慢慢慢慢操起來 因為河山場 木派水到裡面 山湖百花是很久以前的事 可是 你有沒有注意到一個有趣的 你要是會潛水的人 都知道 你跑去那個山場潛水 你從它的那個出水口的 右邊下去是會好的 好 尤其是月前 那邊是一個最熱門的一個地方 大陸的地方 當然一方面出路方便 那邊 那邊的山湖 已經適應了 那邊的山湖 已經適應了它的溫度 要高度 所以它有些工生長 不同的脾氣 它就 有些工生長 就適應在那裡 所以這是一個例子 就是說 它這個 其實不是不能適應的 但是要看看這個速度 是不是能夠 這個感受到 它被淘汰的速度 因為生物也會有花 但是 有很多報告都在做什麼研究 我只講結論 所以它們根據 五百多種現身的物統度 是兩兩兩兩 最近才演化成的物統 它們就去研究它 過去氣溫的變化 跟到現在的情況以後 它們就用電腦去算 它們就發現地球物統適應的速度 真正比地球氣候跟雨量變化的速度 要慢 一萬到十萬倍 所以它是誤差非常大 一萬倍其實也蠻多的 這意思就是 我們生物的適應速度 遠遠附近 這個氣溫改變的速度 不是 意思就是告訴各位 氣溫改變後 一直發生下去 生物 沒有辦法 用演化的方式來 來怎麼講 減低它這個 減緩它滅絕的速度 這樣聽不懂嗎 對不對 所以到最後物種的事情就是滅絕 滅絕 所以物種滅絕速度就夠高 你真的把過去所有這些滅絕的種類 雖然現在知道的不多 但是在最近這些點 真的是非常地高 很可觀的 大家都知道 杜古鳥的問題 大海牛的問題 這個是叫做 史達拉海牛 你們知道這個故事嗎 史達拉海牛是地球上最大的吃素的動物 他一頭又四十頓重 但是已經絕種了 人類發現到他這時候 二十七年度 把他捕給一頭都捏 這個故事 是在一七二十七年的時候 蘇爾有條破輪在庫葉島擱淺以後 冰天雪地他們一中一次 他們就下來發現 居然有這種那麼大的一個海流 他背後在水面 他在吃什麼 吃海草 背後在水面 他們就把他抓來死 就發現肉很好吃 皮又給拿來用 所以等他們在那邊磕淺了 八九月突困以後 回到蘇爾去 一船四十船半 那些漁民就去抓他 是花了二十幾年 就把他每一頭都抓掉 所以一個是地球上最大的網路 就消失了 所以這是我們知道的理事 所以小的我們沒有了 We care 所以這就是一個很能夠去的理事 很可憐的 不好的理事 所以事實上浪漁 資源量減少 種類減少原因非常多 有人為的原因 有過度不到破壞 這是我們今天在談的 假如說是突然之間的死亡 大家有沒有準視 看看一下報紙報道一堆死亡 就會去找是什麼原因 有時候你可以猜得出來找得到 但是很多情況也是不知道 為什麼 等到你真的要去調查現場 收證的時候 已經兩三天以後 就已經死過境遷了 沒有辦法拿到第一種問題的時候 你就沒有辦法做到事情 所以這個是 各位都知道中華白海豚 對不對 你知道現在台灣的白海豚 剩下不到八十頭 這條數量一直在減少 那寶玉啊 這個還不錯啊 因為他整個火光石化 案就廢掉了 原本是幾千億的投資啊 結果說要換中華白海豚的 這些深重重要氣息 政府公告了將近兩年 到今年我也有辦法 直到現在預告而已 到現在沒辦法正式公告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他要溝通 所以愚明反對 愚明就是反對到底 所以你就沒辦法 所以 你可以知道 這中華白海豚的數量 一直在減少 我們來他做臉香老師的時候 他有拍了十萬張以上的照片 為什麼 因為他給他照片來辨識 這是哪一支 那是哪一支 因為白海豚你不能去給他tagging 去做標示或者去幹嘛 他就是靠他身上那個花魂 去辨識他每一支 所以他在追蹤紀錄 現在這個數量在越來越少 所以到最後就是死了一條 可是到最後人家最怪是誰啊 我告訴各位有多少原因啊 這些多少原因 單單一個污染就有那麼多的原因 對 所以又是老問題啊 大家互相推責任 今天只有一種情況是 當你一頭死掉以後 擱淺了 或者被拿到上海以後 大家 那個病理學家就去解剖 去看看這一頭是怎麼死的 但是如果是那個 你沒有撿到屍體 你真的不知道 所以我的意思是告訴各位啊 有太多的原因都會讓這個 主權量減少 你根本就沒有辦法知道是誰的時候 請問你要怎麼辦 因為每一個都是不同的部位負責的 烏覽是環保所負責的 噪音可能也是他吧 那機械傷害 或者是漁業署的問題啊 其體稅裂是內政部的問題啊 或者一些經濟部的問題啊 那一下蓋桿啊 阻擋他的去路啊 或者幹嘛 食而不足還是漁業署的問題啊 因為漁民很討厭海豚啊 因為海豚跟他搶食物啊 可是他也不會去想到說 我們去搶海豚的食物啊 因為我們都是人本主義啊 我們人本主義啊 對不對 所以這就是一個問題 誰都要去負責任 當然誰都有責任 所以啊 零物局倒閉 因為現在是有一個生動物法律法 所以想 哪個部位用哪個法話 他就倒閉 他要去負責監測 負責管理 負責去溝 去溝通 所以這是我們的政府啊 各部位之間 沒有辦法把這個事權通過 還好 去年立法院通過 要成立海洋保衛署 不會防很多嗎 沒有在旁邊就是發動聯書啊 沒有多少 兩個禮拜就是三千多人的聯書 一百個分之后 響意 所以還不錯 有些族改沒過這個過 還成立留院 我在海洋保衛院 今年七月才會掛盤 大概才會證實出來的 但是以後啊 大家推來推去 沒關係 他退不掉 一定是他的責任 所以終於有一個部位討教 就是他要去做的事 但是如果今天行政院 不給他錢 不給他人 然後他去做的事 有太多的事情要做 想要氣味小療法 都一定都知道 我的意思就是說 太多原因造成這個資源 你又不知道哪個原因 就是要用我們保育的資訊 來講到慾望的資訊 你就寧可保守一點 就是說 雨少抓一點 氣體不要破壞 污染也要來防刺 監測 要做免價局 等等等等 溫起來 等到你要去找到誰是 真正的兇手的時候 如果我告訴各位 海裡已經沒生活了 你還不見得有辦法 有能力 能夠真正去證明 到底是誰才是雄生 因為原因太多了 這是我們今天海洋保育的 一個大陸問題 所以真正有效賦予一類 怎樣才能有效 是大家都不太遠去面對的問題 到現在還有很多政策 是不好的政策 包括補貼雨傘用油 歐外籍老公 過多的一港建設 是不對的 總緣庫到現在沒有一個成功的案例 政府最會做的這兩件事 就是總要放流人工的教育 你知道總要放流 從去年開始 政府編了四年的預算 一年一億兩千萬 要丟四億八千萬去做總要 要證明它成功 它是會成功的 但是我是不看好 因為國外沒有一個國家 證明它是成功的 因為怎麼樣去追蹤平衡 都不能不可能 過去到現在是十幾年二十年 放下來 不知道多少千萬條的預料放下去 請問你 預約職員有回來嗎 沒有啊 但是他就是做這個 因為不反對啊 所以他就做 表示他也做了 然後人工移交也是 等一下我再給各位看看 那其實最好的 打勾的就是獻餘啦 禁餘啦 這幾個都該做的 但這幾個都很難推 這是現在的問題 總要放流 我覺得拿來做親子教育 有錯 海洋防禦教育 帶來放流 知道海洋資源很重要 需要去做一些 顧於母義的 要維護的工作 所以我就後來 我就做了一張的時代 有一點在 多大不好意思的 在有點諷刺他們 我說好 即使你四年下來 你證明你的放流是有成效的 那我請問你 如果以後 未來的海洋資 剩下這幾種 是你放流的 其他以後 死狂狂 這樣好嗎 對不對 這個是一個人家 幫我們去想這個問題 其實最重要的 還是乾脆其力化 不如少大雨 少污染 少其力化 講到人工移交 台灣做了四十年了 為什麼還沒有爭議 人工移交真的有效果 你丟下去以後 有魚就來了 對不對 也我不知道 他真的會陪你死人 可是不是這樣 我們的政策不是 你抵脫網不要進來 因為你網會掛到 對不對 你可以釣 對不對 他結果就把魚片過來 加速把它釣住 那我請問你這樣給我的魚膠有多嗎 所以我就開玩笑 我說 我們的人工魚膠 已經不是這個魚了 我們的人工魚膠應該用這個魚 這是什麼 三點水還是什麼 你知道嗎 三點水的英文叫fishing the bag fishing就是抓魚的意思 我們真的魚膠應該是沒有三點水 就是把它變成包回去 讓它真的有機會再回復 所以這個我都跟政策講了很多了 但是它就是停不進去 讓我們也沒辦法 好 這是我在這邊推的影片 現在各位有幾位盤看過了 這個影片看到最後就告訴各位 三點四點 叫三路區 限制捕牢 就是過去抓太多 現在要少抓一點 過去抓太快 現在要慢慢抓 海洋保護區才是對於根本最重要 好 然後 但是很難推 這兩個都推不動 我就只好來推這個 好 我們讓我們消費者自己來努力 因為各位知道 沒有買賣就沒有殺害 這句話對不對 你去吃對魚買對魚 就給你也沒有 你不要去吃那些不該吃的 總的一定很熟 一些數量一定很熟 就準備了 好 這個我想跳過去不講 這個 這個 約束也在推很多限制措施 只是問題是這些限制措施 到底有沒有效 沒有辦法 好 沒有好好落實管理的問題 台灣有三千兩百總排水 到現在目前為止 只有這三種 各位一定要認一下 不准買賣 不准吃人 不准抓 對不對 金沙 龍頭櫻歌魚 曲文純魚 叫做龍王釣 好 這個是沙魚裡面體質最大 也是所有魚類裡面體質最大 這個是櫻歌魚裡面 那顆魚裡面體質最大 那為什麼體質最大一定會最先戀絕啊 攻擊中 因為它抓一條就賺很多錢 再一個是因為體質長得越大 大猴子 它壽命越長 成熟年齡越晚 你要它恢復很 就像鯊魚一樣 因為它產的時代數沒有什麼 你一抓過頭它就回不來了 它假如說壽命只有一歲的小魚 它很快 對不對 浮游動物你根本抓不完 有什麼問題 它幾天就一個時代 你要活個十年二十年 像石斑魚要七八年才會成熟 生蛋 那你過雲才就完蛋了 對不對 它就回不來了 這道理很簡單 所以啊 這個是一個變成定律了 你看所有的尾類 不是只有黑尾啊 有一大堆尾啊 可是為什麼黑尾最倒楣 因為它體質最大 因為它價錢最好最好吃 而且最貴 只要有這個 大家就會有錢抓 所以這兩個都是在去年 被列入暴力的一種 還有時間 這個 烘 翻車與 我們八年還在翻車與城 漫過與城 講出來話 這實在很粉刺的原因 就是我們吃得聞 我們的海鮮很棒 所以這就是我們現在報紙還在等 今天還在等 我們台灣現在要面臨這個 歐盟的制裁對不對 現在舉行洪派已經快到什麼 這個六月了 還沒有改善 就洪派 洪派第一次 我們水彩比喻 就不准進到歐盟 要損失幾十億 那美國就會更進了 為什麼 因為現在立法委員 在槓的約束 約束前報紙的行 他最後剩幾天 他才要把法案送到立法委員去審查 那立法委員就罵他黑箱作業 你怎麼說 早些拿來跟我們大家共同 你要等到最後那幾天 然後被逼得他們下去通過 所以就在那裡操他操去 反正這個就是講一個例子 約束的確有限於 他一直很得意說 你看我推了一個政策不錯 割旗的行為是很不好 各位聽過什麼叫割旗 因為鯊魚的魚是貴的 那魚身體沒有賣幾個錢 所以他們為了要戰爭中潛出 在海裡抓鯊魚的時候 他把鯊割下來 把身體怎麼樣 丟回海裡去 這對老外來講 是非常不忍到慘的事情 因為這條魚 鯊被割掉了 你想不到海裡 它會火化 當然會 所以 那約束就說 我們臺灣豬啊 我們是全魚利用 我們鯊魚肉也吃了 所以 你的皮也可以吃了 所以我們就 變成說 你帶進港 一定要把旗割下來 你要把綁到一個身上 你的重量一定要 撐比例 你不撐比例就表示 你割旗對不對 他們推這個政策 推了兩、三年 三年以上 解剖民社和民主組織 在海上就 燈箭一條船 抽場果然各起 後來就抓到政府各起 有沒有 所以 好啦 我們就抓到 在海上一直不去管理 明明它有不守法 這個是很難的 這就是我們 政策歸政策 但是管理沒有辦法到位 然後 執行人 又不守法 完蛋 所以這就是我剛剛前面講的 你嘴巴講這個 這個開放單年加管理 好的 請管理 怎麼樣管理成事 再講一個意思 欸 前年 我們現在 大概知道 大魚是小魚 小魚是下蟹 大魚少了 小魚少了 蝦蟹很多了 欸很高興 他叫抓蝦蝦蝦 蝦蝦很好吃 欸 慘了 現在連蝦蝦資源量也少了 對不對 所以開始要限制 怎麼限制呢 這六種 你一定要緊張抓那麼大才能抓 開花的母蟹不能抓 對不對 爆滿 好 可是你不覺得很有趣嗎 一方面在推薦 另外一方面在推什麼 蝦蟹 它的意思就是鼓勵大家去吃 很好 所以每次到了秋天 我絕對不敢去金山萬一下 假的的時候 因為塞車 然後大家去吃 海鮮的螃蟹是絡意不絕 所以我們這個海鮮的文化 真的是 我們的浪漫 怎麼辦 不知道 所以 哪樣把握具其實是最好的 就好像你今天 把錢存在銀行裡面當本金 你不要去吃你的本金 你生出來的利息啊 你再去吃 你會永遠吃不完 對不對 這是永續利用的最簡單的道理 所以在日本人呢 他的口號是 台式銀行 於是存款 衛生的利息 全世界都在推 所以其實很簡單 最精進 最有效 最簡單的道理 但是卻沒有人要願意去做 很可惜 全世界都在推 包括你看美國的布希總統 做得不太好 但在夏天前發了幾個 全世界那時候最大的寶物區 夏威夷到馬利亞那海溝 好 冰谷的協議 埃之之目標 到2020年呢 全世界的海洋百分之十 要發生海洋保護區 包括風海在內 那麼 很多島國就開始化了 米湯島要大很多很多 黑的海洋保護區 因為他們知道 那海是他們唯一的遺產 在不好好守的以後 什麼都沒有 現在全世界最大的一個 單一保護區是在 UKDONIA 是法國人的水平 畫了一個130到140萬平板公園 歐巴馬本來想畫一個更大的 結果差了一點 所以127萬平板公園 這是現在目前的全世界海洋保護區的地圖 各位有沒有看到這個深藍色 在哪邊全都 澳洲 澳洲 澳洲其實是個電範的國家 值得我們親戚 它的海域40%發布到 但是也是經過了非常多的 跟裡面的溝通 才做到 譬如說他們的人命又多乖 就多乎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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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乎 在你海域裡面 生物量性行動計畫 也是有這個資料 那我幫他算 我跟他算的結果就是 6% 7% 分5 還用的是 林凱 12海底 那類型 並不是200海底 積極海底 如果用200海底 一算 這剩下多少 1個不到 可是我們政府很天才 他說不對不對 你看我們這個藍色 通通是還要畫過去 因為它只要是有一種魚中 一個魚漆 一個魚靠的限制 就叫做寶虎 所以它通通都是寶虎 因為我們山海底之內 都不能跌脫 所以通通都是 不過只要有一個魚在這個地方 什麼時候不能抓 就叫寶虎 那講的也沒錯啊 所以它的定義是非常非常的鬆軟 所以它算是叫寶虎 就是台灣寶虎有到 46% 全世界名列前茅 你說 你跟它談這個 真的沒什麼意思啊 因為它不去講 它的管理也沒辦法 他就談這個 是表面的面積 這個實在是 唉 不知道怎麼講 所以台灣 勞去有到很多 其實到現在不下百分 《佛家公園法》 《文化自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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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們的問題是哪裡 高四百多沒有 邊界不明啊 什麼什麼 就好像紙上 《Paper Park》 所以頒獎講 還沒有用 就是這意思 我再告訴各位 全台灣縣本島 最漂亮的海底是哪裡 你想的我會想到 這是哪裡 《河山場》的陸水口 為什麼 因為你們管得非常遠 也沒有人可以進去 所以自從它開始 蓋好運轉三十年 不到 它下面已經變成一個 就是叫做 魚類的伊甸園 我最近寫了一本書 專門在介紹這裡面的 四百種魚類 好 魚塗土在裡面 你跑進去 被人家幹掉 所以 它就是因為延長管理 連我們科學家 進去做研究 都要等到 week day 下班也不能進去 所以 你只要把它管理得好就好 所以 這個是人質最大的禍害 要不然你就要去哪裡看 南沙太平島 是南沙太平島 對不對 屬於台灣的領土 我在2009年的時候 內政物理監署 他們就偷偷我做一個計畫 評估 南沙太平島 是不是可以成立國家公園 我高興要不要做 做了以後 報告的結論 你不管是禁禦區 海洋保護區 國際海洋 沙太平工業 也是農務保護區 等等等等 一直要去做就對了 但是報告出來以後 他就說 動也不敢動 因為那時候怕引起 其他國家在抗互 對不對 好了 結果他不動以後 就發現不對了 周邊國家都在大動土 對不對 在填害造物 又幹什麼幹什麼 都在搞 所以他就覺得不對了 他要宣誓主義怎麼辦呢 他又 他除了那個 一年五 有兩條軍艦 帶著大專身去 暑期戰鬥營之外 他說 做研究計畫也是一個方法 他就問我要做什麼 就告訴他 我幫你做這個好了 去把那邊的路上海底 生物狀況去做一個很好的調查 實際的調查 做一個資料庫 出一本書 再出一片光碟 來上路上 做宣傳啊 做一本書 做一本書 覺得很好 所以我把它做完 去年間就搞出來 所以各位上網都看得到 真的是很棒 然後這是我們調查報告 結果 我跟他建議要做什麼 做什麼 做什麼 船一趟 四天 三天半 來回就去掉一個一半 在那邊前兩天就睡好 所以還蠻辛苦的 但是不管怎麼樣 我覺得非常值得 因為我在那邊看到的海底 就是我三四十年前 在瑞島藍尼前歲所看到的 現在真的看不到 因為被破壞了 所以就變成要偏遠的一道 真的是 可惜各位大家要有機會去看這個 因為現在連東沙島 從2007年變成回來東沙島 回到現在都還沒回來 所以要慢慢回來其實是滿慢的 那馬忠忠去年 現在不是在講南海和民唱會 也對 但是我個人覺得他蠻可惜的 因為他只強調共同開發 他沒有提到海洋道路 我覺得很可惜 因為這個 你講共同開發 沒有一個國家會跟你共同開發 你的海有跟你共同開發 我們太願意 我的海有跟你共同開發 所以其實就是 那麼我又看到這個行動 我覺得很感嘆 其實他也不是不知道 他的所謂的和平倉議 到最後是魚倒的 為什麼呢 你看他講這個話 他說 因此有人開網銷說 這個協議 他在講這個東海的和平倉議 就是釣魚台的問題 其實意思都一樣 他說 不論是哪個國家多支持 就只有魚不同意 不滿意 因為五國兩大爭 他就一直就說 你看 我的政策都好 哇 我反而還可以讓你們抓更多人 但是呢 他沒有想到說 其實他應該要學修這個 大陸這個 得到諾貝亞和平獎的 這個莫言他講的話 因為大家知道 釣魚台的正義大陸的日本 其實他們 這個鬥子最厲害的 對不對 他怎麼講呢 他各自爭端 有時候也未必不好 海洋的爭端 暫時各自一下 也是魚類的福音 人類抓魚抓得瘋狂的 有一個爭議的地方 誰都不許去 讓魚過去 魚類感見 他是很有智慧 講得很有智慧 你是有正義的地方 你幹嘛大家去搶掉去發育 趕緊把它變保護 是不是很好 那魚多 你都自己游出去 游到水那裡 就是誰的 這個其實是天下太平 所以這就是 我最近有看到一些證持 我看到一些雕頭 我家公民路上的所有的 一草一木 所有的動物都不能碰 可是我們海裡的 魚類上也不能碰 但是它管不了 所以到速度來釣魚 那釣魚以後 它乾脆 反正它管不了 它乾脆開放算 對不對 所以它就開放了十個釣點 好 然後讓大家去釣魚 它規定 只有這四十五種民可以釣 要釣多大才能大 我就有點覺得懷疑 為什麼 我請問你 你真的管得了嗎 我的助理 剛從核三長前歲回來 今天 然後他就告訴我 他特別考訓 能記得釣魚一點去看 沒有人在那裡釣 故事該釣魚的地方 找很多人在釣 所以意思就是 告訴各位 法規法 但它實際上 如果沒有辦法去落實 取取取取取取取管理的時候 到最後就是不怕 所以這就是我們現在的問題 你看 不但連肯定外國人也開放了 東沙也開放了 南沙也開放了 為什麼 高層也是實際上 他們覺得那邊 官兵很辛苦啊 讓他們要有一個休閒活動 這樣就懂了 所以這個也開放了 這是肯定外國人開放的 所以這是我講的 開放但人家管理到最後 就是實際上 這不是我講的話 這是有一部電影 最後的南韓 三年前在台灣演過 各位大家沒看過 就是講到這個 南極的羅斯海 這排海 全世界最原始的乾淨海 但是也合見了 為什麼 因為二十幾個國家 跑去那裡抓南極鞋 這就是台灣進口 台灣的船沒有能力去抓 但是我們進口它 叫圓鞋 大家來吃過 那麼 結果失控 這個南極 南極的海洋生態完蛋了以後 南極上面那些可愛的企鵝 海豹等等 我們就完蛋了 因為他們就要到海裡吃 所以這就是我們現在 它要是跨保護區 結果現在中國大陸 蘇格 烏克 烏克蘭三個國家反對 所以到現在沒有發生 我們過去有曾經 要推生態學院 到最後都失敗 結果有個獎 時間關係 我就講了 我可能挑幾個獎 最後幾獎 那麼 這我其實講過了 其實管理的最好的 其實是阿拉斯加 對不對 你要是看清楚 感覺其他都在報道 他們其實還不錯 就真的跑去阿拉斯加去訪問 他們的政府 漁民好 跟這些社團區 他們 阿拉斯加漁業之所以 不會管理的好 是因為他們從 一開始承受的時候 在法令裡面就定了 漁群是全民共同財產 永續管理的方式 就是禁止漁業鑽入球 就問各位一個問題 漁是不是屬於漁民的 我們那個小學生 第一年級第一個課 就是天這麼黑 空那麼大 爸爸過去為什麼還不回家 各位有念過嗎 你們現在已經沒有 拿掉 我們以前可是幾十年都在念 所以大家都對漁民都覺得說 它的確是算落實吧 也算是蠻辛苦的地方 也需要找 有一點是錯 可是如果漁業沒有好好管理 漁民沒有好好在抓漁 它其實是 海的漁是屬於全民的財產 不是只有漁民 不是專屬於漁民 阿拉斯加他們很早就 跌到法令裡面去 所以漁民都很手法在抓漁 他們管理的也非常到位 所以他們資源才可以有利用 這是最近這期的 佛拉第1章是在講到 海洋寶福區以後 所產生的那些真理 所以是十年分之間 我也不講 不過海洋寶福區 其實我在十多年前 然後就在推 我們那時候每年辦一次海洋寶福大會 有一年的主題 就是在海洋寶福一個安全的將 但是現在十幾年下來 他在家 沒有成功 雖然畫了很多寶福區 但是沒有更好在過 我們每年也出一本書,但是這個書出的沒用,因為沒有人賣,所以我們自己作者買來送那麼快的,所以這就是我們的教育其實還是不是太好。 所以最後我沒辦法,帶了一些這個來送各位,就是在四年前我就開始推這個開運行,各位有嗎? 沒有,也要你們來,這個一份人12塊成本,小錢,但是我已經送出去幾萬份,為什麼呢? 大家四海線已經注意到是不是可口美味,價格和複合理亞等等等等,阿基斯也在推不要浪費食材這個錯誤,但是就沒有人要去講,吃的有種類,對不對,可不可以複合生態保育的原則。 所以我就在推這個,台灣吃魚啊,你看好,台灣抓魚全世界第20名,連進口的就跳到第12名,可是我跟助理講,不公平,你要去處理每個國家的人口數,對不對? 標準化一下比較公平,結果不處則以,一處台灣變成第幾名單,全世界吃魚第10名,我們真的是一個海鮮大部分。 好,吃魚沒有對哦,尤其像我們年紀大的K要吃,對不對?因為它還有這麼多好處。 它還有DHA,DHA,Omega3,對不對? 可是問題是,別的國家吃魚都吃得很單純,對不對? 在歐美吃這些,日本吃這些,我們台灣,有什麼意思?什麼都吃嘛,這樣可以撒壓工就可以了。 因為民進黨,民進黨下來之前,他們漁業署在推這個生態漁業,他們也知道說,要讓漁民可以永續的話,一定要來談這個暴雨。 所以那年呢,他就在南海武跟現在南海武漁口,有一棟魚而已。 他的辦事,上面掛了一個全民樂教室,一個月講一場演講。 第一場,正好過年,他就找新天地主廚,去講怎麼樣選好魚、吃好魚,年天有魚。 就是示範,怎麼樣去買到新鮮的魚,怎麼樣去料,找我去講第二場。 那我不知道講什麼,我就去聽他講什麼。 我聽了以後,我就有概念了,我就改他的題目。 對魚,買對魚才能念用。 所以這個第三場,找東西的邱老師,他更重要。 他改我的題目,念念要有魚,需要音樂管理。 所以每個都對,但是一市場,基本上就沒了,關門了,不再講。 所以我的問題就是在,你怎麼樣管理才有效。 沒有人去考慮這個問題。 政策歸政策,沒有人在管。 所以我在那個時候演講,去整理了一些原則,教大家什麼質疑。 因為你不能教大家認一下,因為你太多種,對不對? 所以這個最簡單的就是,有顏色沒顏色。 沒有顏色就可以吃,這個比較標誌。 因為數量過了,是比較少。 好。 珊瑚礁魚類不難吃,對不對? 因為它是生態裡頭的數量。 那麼你看這個記者沒有水準。 珊瑚礁魚業靈又可控。 對嗎? 那真的是沒有水準。 將養魚養殖。 為什麼養殖? 我們在吃素。 吃那個養殖的魚,不難可以吃野生的魚。 可是養殖還有分兩倍。 一個是吃素的魚,一個是吃昏的魚。 如果各位要選擇,請各位去吃那些養殖的吃素的魚。 因為它吃昏的魚,而不要來。 那時候還有抓那些小魚。 坐著魚粉做不吃了,就餵它。 你抓十公斤的小魚,只不過長大一公斤的肉。 一點都不划算。 你應該直接去吃那些小魚, 可以養活十倍的人。 所以這些觀念,或許各位都不知道。 這也不是我發明的。 我只是因為跟國外吸收的比較快、比較長。 所以我就把這些知識告訴各位。 所以我也是在宜蘭高中演講。 學生就問我,那很簡單。 我們以後就讓那些魚多吃素就好啊。 但是魚會不會吃素? 不一定嘛。 但是科學家在研究,怎麼樣比它改吃素啊。 這樣才能允許一些。 不要亂看,才會發表演。 就是在Google上有個影片,也蠻有趣。 各位有趣給你們看。 他說,他以前小時候互相沒有那麼多魚, 他喜歡釣魚。 可是等到他後來長大回故鄉以後, 只有釣魚剩下這些魚。 奇怪的是,他到市場上看到都是這幾種。 這幾種通通不允許, 因為他都是吃過的。 結果呢,他覺得以後要吃這幾種。 這個是貼一個眼鏡, 這是在講二枚貝類啊。 你吃什麼最好。 吃半顆、母粒也最好。 為什麼? 因為他吃不屬實性。 對不對? 他永遠沒有食物不夠的問題。 還有一個,他可以吃的時候順便過濾了水質。 所以鼓勵大家去吃貝類。 找了也是一樣。 第三個就是吃食物往底沉的那些小魚。 第四條魚為什麼打一步呢? 它的意思是,以後希望科學發達可以發明一種魚。 不管是不是基因改造。 它可以吃素。 它長得又很快。 施衣力又很強。 還有重要的鱼油。 所以我們EPA、MDHA、Omega3這些營養物。 這是最影響的。 所以它打了一個龍頭,是未來的。 所以總括言之, 凱鮮史南是全世界二、三十個國家有的凱�史南。 我已經收集了不少。 那麼我就自己做了一個台灣的參考。 手機板也有。 然後總括言之, 反正是教育力保育三十二, 我就不講了。 還是我也不講的時間到。 話就有點多了。 對不起。 加上研究力保育三十二。 其實海洋生物不是只有吃, 它還有很多很多其他的功能。 你們想要看的東西的話, 就回去附和打一個歐洲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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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叫Ocean of Truth, 它就會告訴各位海洋有哪些功能。 這個還不錯的一片。 海洋的功能, 其實這個片才不錯。 所以現在未來的險學, 就是在生物多量性經濟學, 生態經濟學。 其實海裡的東西做了之前, 不是只有吃, 有很多其他功能。 它服務的價值, 你要把它算出錢。 那些政府官员才听得进去 所以为什么把它算成钱很重要 就像我们的高美实地 各位不知道值多少钱 我们的邻居座以前也是我的学生 他在中京大学 他就算过 大概每一公顷的高美实地 每年大概值148万美金 所以这样的开发案 你要用到这些地方 你一定要看怎么样去做生态补偿 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措施 所以它不是什么免费 所以海岸的生态系 特别有名字叫蓝碳 它其实它固碳的能力 远远超过热带雨 所以非常非常可费 所以他们说 你只要把这些地方保护好了 它就能够减缓调试气候变迁 对于生物教的一些冲击 最佳自然解决法 还能叫做NATURAL SOLUTIONS 那么这是去年的NATURAL的报告 很重要 我们现在都只注重 节省减碳 气候变迁 都只在讲这个减碳 减固 对不对 要不然就讲到防灾 搬迁 但是他们忘记了 另外还有几条路 只要你把海洋保护就保护得好 把一些烈化生态系复理回来 它的固碳能力可以远远提消 我们现在还放很多的碳 所以这个其实是 现在政府很多人都忽略了这条路 所以现在联合国的传续发展目标 要去年公布了 里面当然也有倒入到安保的区 在过瑜要赶快改善等等之类的事情 所以这段我们刚刚讲过了 所以教育其实也很重要 对我也讲过了 有保险通报 最后我刚讲得到 所以海洋保护做好 其实还是要路上保护要做好 因为海大白船就在海洋 还好国内现在有很多的保护团体 通过来关系海洋 所以帮忙一起来推这些海洋保护的事情 那么我们去年也不错 这个实地保护法 海洋管理法 海洋事法通过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我们还是有希望 所以我们对海洋保护 还是抱了一点希望 希望看看这个民党政府上来之后 也许会做得更好一点 不小的 这最后一章 各位大概没看过这本书 中英的 我帮它审定的时候 我念到里面这句话 非常有感觉 他说生态系就好像一本被撕掉了好几页的书 当你打开这个书本 你根本就不知道 原来有它 因为你就以为 这个世界就这个样子 对不对 所以你就觉得 不耐不知 如果不知道 就接受它了 那么这是我儿子 他七岁 我带他在瑞稻前准 所以他虽然蛮幸运的 为什么原来没有看到海洋的认识呢 他现在三十七岁在海大教授 所以他算是很幸运的 他现在他的女儿 跟我的女儿的女儿 那我就希望能够再活个十五年 二十年可以带他们下海 这是我的现代的愿望 但是如果先来 赶快来努力 我们大概没机会了 谢谢大家